世界每天都在变化 2020年认知的边界被不断地打破重组 是选择观望前行 还是另一个方向 面对长大以后的得失与学生 唯有自我强大才能从容不迫 做时间的朋友 做更强大的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有一件事我憋了一年 我跟谁都没说 因为我要带到今天 带到这里 带到2020年12月31号的晚上 跟武汉人说 大家看到大屏幕上这一堆糖果 请注意这不是普通的糖果 这是一件艺术品 这件艺术品在世界的很多展览馆展出过 它的作者是一个艺术家叫 刚萨雷斯 对 就是他 这堆糖果 它的重量是精确的 79.4公斤 这是一个什么重量 这是艺术家刚萨雷斯 爱人 生病前 在世前的体重 他的爱人去世了 于是他做了这么一个艺术品 79.4公斤的糖果 堆在展览馆的一角 没有护栏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所有路过的人 都可以抓走一把 甚至是现场吃掉 那每天晚上 刚萨雷斯会回到这儿 重新给糖果称重 然后把那个重量给补足 让它还原到79.4公斤 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持续这个过程 刚萨雷斯 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么几层意思 第一 生命是甜蜜的 第二 生命很无奈 它总是会流逝 第三 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爱他的人 爱他的人 总是有能力 有办法 让他一次一次地重生 我以这个小故事 向一千五百万武汉人致敬 在过去一年里 这个处境向极了武汉人经历的 那么多美好和流逝 以及我们亲手又把生命召唤回来 当然今天我们还要致敬的 是那些所谓的逆行者 仅仅在武汉 315支医疗队 35591名 医护人员 他们来到武汉 支援武汉 当时有一个朋友 给我发了一份截图 他说这是一个护士长 发出来的一张照片 对 就是这张 这是河北省原厄抗疫医疗队的 护士长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 吕晓静护士长 他说 等武汉的疫情结束了 我要去听罗胖的跨林演讲 欢迎吕晓静护士长 欢迎你来到你战斗过的大武汉 谢谢你 过去这一年有三个字 我们心里都有对吧 不容易 其实我有一个秘密 就是我曾经为今天的这场跨林演讲 留了一个后手 这其实是一个底线了 就是从年初的时候就不断有朋友问我 说罗胖 今年跨林演讲你还办吗 我说办啊 一定得办 哪怕到年末的时候 我租一个体育场 我一个人面对空无一人的场馆 我也得办 我也得办 因为我讲什么对2020年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们还能通过举办跨林演讲 给大家 给我们的用户 带来一点点确定性 当时我的同事还觉得 哎呀你一个人站在台上会不会太悲壮 所以他们想了一个招 说要不这样 我们在空无一人的体育馆里 给你放满了金橘树 大家知道我们得到是橙色对吧 然后去年跨林演讲 我们又讲了一个词叫 工身入局 那好 我们就干脆注册一个品牌 叫工身入局局 对 很可能你今天看到的就是这幅场面 当然还好了 今天来的不是局 而是你们 你们中的一部分 谢谢 这也像极了 2020年我们经常遭遇的那个瞬间 就是原来从来不曾设想过的事情 它居然就发生 我们得为那种 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 做思想准备 我们得对那个我们承受不了的压力 做压力测试 我们得为那些 它似乎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留后手 我们得有 那个一眼看不到底的底线 做底线思维 2020年我们真的是 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然后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如此往复 我们经常要说的话是什么 行就行 不行我们再想想办法 这就是我们的2020 我们没有想到 买一只口罩 居然那么不容易 华为没有想到 买一颗芯片 居然那么不容易 留学生没有想到 回家的路 居然走得那么不容易 有孩子在上学的家长 居然没想到 孩子上个学 居然那么不容易 开电影院都没想到 开个门 那么不容易 而且就这么不容易 我们下半年才开门 中国的影院居然是世界票房第一 东京奥运会 也没有想到 今年是没有办成 那也许要延到明年 而且还叫2021年 2020奥运会 连巴菲特都没想到 活了89啊 四天看到十次美股熔断 炒个股 也不容易 今年我们真的是 无数次的凝视深渊 也无数次的被深渊凝视 当然 还有一段话 我真的不得不讲 我以下这段话 不带有任何情绪 它只是2020年 我们中国人 感受到的一层事实 跟疫情没有关系 跟我们这个群体的处境有关系 四十年前 有人告诉我们 说全球化挺好啊 好 我们中国人改革开放 我们融入全球化的秩序 今年他们说要跟你们脱钩 几十年前 他们说我们要淘汰落后产能 于是我们靠自己的制造业大国的能力 我们承接了大量的制造业的产能 但是他们又说 我们抢了他们工作 过去他们说中国人不创新 好 那我们努力学习 我们创新 等我们好不容易搞出一点创新 他们说我们是威胁 这种感受不同程度地 在今年的中国人的心里飘荡 我好有一笔啊 就相当于当年他们三缺一 把我们中国人 找上牌桌打麻将 我们好不容易刚胡了两把 他们说 要跟你脱钩 我们改玩三个人的斗地主 那你说这是为啥 咱们不考虑别人怎么想的 我们中国人能够捧出来的答案 其实就是四个字 长大了吗 这是一个长大以后的中国吗 我们现在生产着全球 百分之五十三的钢铁 百分之五十七的水泥 百分之七十一的彩电 百分之七十六的光伏面板 百分之七十八的空调 百分之八十六的微波炉 百分之八十八的手机 和百分之九十的电脑 我们长得这么大 再期待别人用原来的眼光看我们 确实也是做不到 长大以后 长大以后的中国 我们会面临什么 今天 跟武汉的观众报告一个我自己的体感 整整三十年前 1990年 我来到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当时叫华中理工大学 上学 我的身份证是四二开头的 因为我十八岁的青春 是在武汉度过的 这是当年的我 第二天要报道了 头一天 我们家三口 住在学校的招待所 当天晚上在一间房间 我爸当天问了我一个问题 说振宇 明天你要报道成为一个大学生了 你知道今天晚上对你意味着什么吗 我说不就是要上大学了吗 他说不 当了大学生 你就是大人了 你知道大人意味着什么吗 今天 你要是把别人玻璃给砸了 别人找我们俩赔钱 明天 你要是把别人玻璃砸了 你自己赔钱 今天你说错一句话 我跟你妈可以出面 说孩子还小 原谅她 明天你要是说错一句话 那就是你说错了 自己想办法去承担责任 那天晚上这番谈话 我一直记到了今天三十年 当时的感觉其实很矛盾 一方面很豪迈 因为明天等 把你们俩送走 你们每个月给我的零花钱 就我自己做主了 很豪迈的 第二 因为我父亲的这段话 我感受到了世界对我的一种严厉 对 这个世界 居然要换了这么一封 需要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的方式 让我来面对 中国现在也长大 我们承担的是一个 相对要严厉一点的环境 经济学上有这么一句话 叫规模是一切问题的解药 甭管面对什么问题 只要把规模做大 那个问题都能解 但是 长大以后的中国 也许我们心里要默念下半句 规模 也可能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2020年 因为中国长得这么大 我们面对了大量的 不确定性的问题 当然全球人都在面对 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埃利亚斯·卡内蒂说的 旧的答案分崩离析 新的答案还没有着落 大家看看这句话 这种感觉我们是不是很熟悉 2020年 我在无数的微信群里 在无数的场合 听见别人念叨类似的意思 过去的经验不管用了 我们过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一下子被颠覆掉了 我们还没有武器面对 那个让我们张簧失措的未来 这就好像 我们一路按着一个跳板 再往前走 但这个跳板突然被抽掉了 这就好像 我们突然面对那个 波涛万寝的汹涌大海 但是 我今天站在这 你们所有人聚在这 不是要听这个不确定性的 对吧 我们是共同要来找 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心里 以及我们未来生活的 那个确定性 下面我说一件事 各位可以感受一下 这是我今年听到的 让我可以说最震惊的一件事情 事很小 这位叫王义和 上海的一位投资人 但我不认识他 他的故事是我辗转听说的 说王义和 他想做公益 然后就筹了一笔钱 但是他不是直接把钱 发给那些贫苦的农民 他干什么呢 他买了二十万棵 金丝楠木的树苗 把它发给四川 深山里的那些平谷的农民 让他们在房前屋后 山下路边 给种下去 条件只有一个 就是短时期内 不准打这些树的主意 金丝楠木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 几百年来 那都是非常贵重的木材 但是因为长得极慢 而且价格很贵 所以砍的人多 但种的人少 现在即使是在深山里面 在四川的原产地 金丝楠木 也已经非常罕见了 但是王义和就跟这些 普通的农民说 种下吧 然后你也不用管它 几十年之后 这些金丝楠木 甭管是成材 变成了粗木头 还是仅仅是树苗 你可以卖给苗圃 这都是一笔确定的收入 几十年后 一百颗金丝楠木 怎么也得值个几十万 这是你们家 确定的绿色银行 而且你平时 不怎么用管它 我听到这个案例的时候 我内心是震惊的 我震惊的不是 它的好心 它的善良 跟这没关系 就是这个世界上 居然有这样 确定性的事情 你不觉得奇怪吗 今天你有一笔钱 或者你要做一件事情 谁敢跟你承诺说 几十年之后 它一定会变到多大 不会的 但是在这个例子里 居然就有 这样强大的确定性 而且我现在讲给你们听 你们是不是 已经感受到了 这个未来几十年的确定性 所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它时间越久 它就会变得价值越大 什么类型的事 会具有这个特征 对 我找啊找啊 想啊想啊 因为要到武汉 来做这场跨年演讲 我就想到 学校就是这么一个模型啊 请问 不论是你自己 还是你把你家的孩子 去送到一个学校 请问你拿到的资源 和好处和收益 它是啥 是那个硬件吗 是那些知识吗 是图书馆的藏书吗 还是临走的时候 发你那个毕业证 好像都是对吧 但是 到我这把年纪 我就知道了 当年的学校 我的母校 给我的最大最大的 一笔财富 是我的同学 是我的同学啊 可是当年三十年前 我在华科上学的时候 看看身边的同学 哪个像是人才 哪个都不像啊 都灰头土脸的 十几岁的孩子 谁的青春不迷茫 但是毕业之后 有的同学 甚至很少联系 就这么分头分斗 他长他的 我长我的 他干他的 我干我的 到一定年纪 你突然发现 我的同学 怎么在各行各业 至少在他自己的单位 都成了个人物来 我居然可以 找他们帮忙来 而且同学之间 承诺的那种帮忙 又是特别诚情诚意的 这是怎么回事 你发现没有 我们农耕民族 有一件事情 是不太习惯的 就这事 我没有出力 但是我居然有收益 这叫贪天工为己有 在座的年长一点的人 我估计都有这样的体验 同学 他的成长 你也没帮上什么忙 但是几十年之后 突然同学的收益 就能照耀在你的身上 大家再想一想 我前面讲的 金丝楠木的那个例子 是不是也有共同的特征 那这种效应叫什么 我没有干活 没有帮忙 没有努力 但我居然有收获 对 可以用今天晚上 我们所有观众 都熟悉的那个词 来给这种效应 来命名 时间的朋友嘛 所谓时间的朋友 就这么简单 你也长 我也长 我们相互 当年结下来的 那个缘分 也在长 多年之后 我们就可以享受到 这种彼此照耀的效应 那什么叫 时间的朋友的效应 其实说来也很简单 两条 第一条 分头努力 各自向好 这像不像同学之间的关系 第二 就是我们共同认同 甭管是认同一个母校 认同一个班级 还是认同一个民族 我们只要有这个认同感 这个认同感 是很多年前栽下的 然后我们因为认同 可以守望相助 这个时间的朋友的效应 就在发生 我这里不想再讲什么公益事业 我也不想再讲什么同学和母校 我是想恳请各位想一想 在我们这个感受到充分不确定性的 2020年 我们身边的确定性 有多大 在你不经意的时候 在你没注意的时候 在你并没有付出努力的时候 实际上 有些东西 有些力量 有些生命力 正在我们身边 前资暗掌 对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国 一个有着充分认同度的大国 在上升的国度当中 你能借助的力量 虽然你现在看不见 那种英雄的密度 是超乎想象的 谈个感受 很多年前我看过一张照片 1927年 索尔维会议 就在这个会议上 他们留下了这么一张合影 这个合影里面有谁呢 有爱因斯坦 有菊里夫人 有普朗克 有波尔 有薛定乐 有海森堡 有狄拉克 有洛伦茨 哇 你要是学物理的 你当然知道 这是一张 多么辉煌的名单 但是我估计 当年他们开会的时候 1927年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们今天一样 看看身边的人 也没有觉得那么了不起吧 所以 我们身边充满了确定性 只不过 你现在 还不知道他的样子 这一幕 在人类历史上 是反复发生 在此 我有一个恳请 来到今天现场 武汉光谷的主会场 还是全国的分会场 只要你们因为时间的朋友 这个词 聚在这儿 看看你们身边的人 甭管认识不认识 咱们打个招 别择口罩 记住他的样子 甚至我们交换一下 联系方法 你怎么知道 你旁边那个人 多年之后 他不会长 他不会变成英雄 他不会变成 刚才那张照片里的 牛上天的人 就是说我们武汉 过去 三年 武汉市政府 有一个想法 说我能不能 留下一百万大学生 在武汉 今天已经达到了 三年 留了一百零九万 今天你在武汉大街上走 十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 就是近三年 留下来的大学生 你怎么知道 未来他里面 不会出那些 群星璀璨的人物 在武汉的大学生里面 走出了什么人 雷骏 陈东升 还有我的校友 微信的 产品经理 张小龙 还有 现在暂时 还回不了家的 孟晚舟 你怎么知道 你身边的人 将来不会出现 这样的英雄 欢迎回来 时间的朋友 这里是 由深圳卫视和爱奇艺 全球直播 有六个核桃 独家 冠名赞助 今年正好是六六顺 第六场 也是倒数 第十五场 时间的朋友 跨年演讲 欢迎大家回来 三十年前 有一次 我从学校的后门出去 骑自行车 来到 墨山植物园 那个植物园 其实距离我们 今天的主会场 只有九公里 很近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 下雨之后的下午 我第一次 走到了一片竹林里 我突然听见 哇 竹子长 那么多竹子长 是有声音的 噼里啪啦 我第一次意识到 生长原来有声音 它叠加起来 是那样的喧闹 我知道 我听到了 长大的声音 谢谢 时间的朋友们 大家好 时间的朋友 由六个核桃 独家冠名播出 经常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 您好 我是罗胖罗振宇 我们和卢州老教的合作 已经有三年了 今天终于 有幸亲眼看看 这教池群 站在这教池边 我居然对 时间的朋友 这五个字的理解 又加深了一层 你想 什么样的东西 会成为时间的朋友呢 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特征 就是我们要 共同存在于 一群活泼泼的 生命当中 有点像什么 像同学会吗 对呀 百年卢州老教教零九 其实就是办了一个 同学会嘛 历史在前进 国家在成长 消费者也在成长 这教池里的微生物 它也在成长啊 你走到它旁边 你都能感受到 那种历史的气息 是扑面而来 你看 有了这样的同学 少年时代在一起 几十年后 大家各自有了成就 行行业业 里面都有我们的同学 成为其中的经营 其实这就是相互赋能的关系 当你遇到一个同样爱和百年卢州老教教零九的朋友 你会不会和他相识一笑啊 互相平添一份亲近感呢 这就有点像和老同学相聚一样 咱们一起见证时代的前行 百年卢州老教教零九 与时间做朋友 见证我们共同成长 见证我们前行的每一步 做时间的朋友 见证前行的每一步 时间的朋友 由百年卢州老教教零九首席赞助播出 有请罗老师 谢谢 这里是由深圳卫视爱奇艺全球直播 长江日报联合举办的2021时间的朋友 跨年演讲 今年是第六年 所以我们特别约请了六个核桃冠名赞助播出 六个核桃提醒您 有价值的是 坚持三十天都足以促成改变 同时我还要一会儿集中鼓掌 同时我还要特别隆重 感谢我们这一部分的知识合作伙伴 百年卢州老教教零九 我们和卢州老教百年卢州老教教零九 是第三年合作 所以今年我去了一趟卢州 真的到了他们传说中的那个四百年的酒教旁边 当时我听到一句话 他们说喝别的酒 都是把酒灌到自己身体里 可是你要是喝 卢州老教 百年卢州老教教零酒 你是把自己放到历史里 那能一样吗 四百年的教池 所以他们的口号是 教零老酒才好 也就是说 教池持续酿造时间越长 酒的品质越好 这是百年卢州老教教零九的核心价值 百年卢州老教教零九 在正确的方向上坚持 做一件事 与时间做朋友 与时代共成长 今天 百年卢州老教教零九 邀请你成为这个时代的同行者和见证者 见证前行的每一步 再次感谢 百年卢州老教教零九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01分 我在武汉光谷 你在哪里 过去一年 我心里 我估计很多人都是 心里都上演着一场辩论赛 这辩论的主题很简单 就是中国的经济未来会好吗 那我心里呢 总有一个小人 不是小人 是小人 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 他说中国经济会好吗 都这样了 还能好吗 我呢 是正方 我觉得中国经济未来会好 那为什么呢 其实我也不是经济学家 我只是因为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什么叫乐观主义者啊 我的对立面 我的对立面就是悲观主义者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 说悲观主义是什么 它是个骗子 它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但是不让我们参与改变 对 我们平时和人争论 有乐观 有悲观 对吧 但是你以为 那个中间的分水岭 是乐观和悲观吗 不 是行动还是不行动 乐观主义者再乐观 他也得想 我怎么享受这个好处啊 我怎么参与和建设这个好处啊 而悲观主义者只需要吐槽 重点不在于态度 而是停止了行动 但是我给自己的称号 不只是乐观主义者 我还得是一个理性乐观主义者 所以如果我愿意相信 中国经济未来会好 我总得有些理由 那个小人 他就开始跟我辩论 他说 跨年影响我也听过 你说来说去不就是中国 什么规模大 规模优势 不就是这些吗 什么中国人口多 什么中国人年轻 什么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 你怎么不看看隔壁的印度啊 印度现在的人口13.8亿 马上追上中国 增速比中国还要快 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 28.4岁 中国呢 37.4岁 人家年轻 而且印度的劳动力的平均工资 只是中国的三分之一 你怎么跟人比 更何况 还有人喊着要和中国脱钩 人家印度可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 他的那个问题来了 在未来 印度会不会替代中国 成为世界工厂 成为下一个全球供应链的中心 你看 这个小辩论赛 这个议题其实不是很好回答 所以今年我请教了很多朋友 比如说这位 战略专家 徐希玉老师 徐希玉老师 他给我扔了一个报告 他说 这是美国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 请注意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不是阿猫阿狗 他创立于1981年 是关于国际贸易当中 最著名的智库之一 今年10月份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给美国人出了一份报告 报告的题目是这样 叫提醒美国 在发展和印度的经济关系的时候 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谨慎的伙伴 请美国人谨慎看待印度 这份报告当然很长 我只说它其中的一个论点 说你看中国 虽然从2008到2018这十年间 他们的制造业在全球的份额猛涨 像烈火烹油一样的涨 但是毕竟从中国 还是流出去了一些制造业的份额 一些低端的份额 但是我们来看看 印度接住了吗 就在这十年间 印度在全球制造业的份额 连百分之一都没有涨 那谁接住了呢 相反是越南 印尼 孟加拉这些国家 你看 当我那个小人和我辩论的时候 他说印度有这优势 那优势 那过去十年 明摆在桌上的机会 他都没有抓住 你凭什么让我相信 未来他能抓住呢 这是个问题吧 好 为什么 今年其实我特别关注 印度方面的资讯 其中有一个故事 我印象很深 话说有一个中国 挺大的一个制造业工厂 在印度开了一个工厂 招了很多印度工人 咱们的中国厂长一看 有一个印度小伙子 特别能干 说这得提拔呀 然后就提拔成了领导 结果呢 这个小伙子 不仅没有办法领导他的下属 他的下属还经常打骂领导 这事咱们中国人没法理解吧 但是放在印度的文化环境下 也没啥不能理解的 原因非常简单 这个小伙子是一个低种性的人 那低种性的人 在印度的社会环境当中 他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约束 比如说他去见客户 五星级酒店不让进 和客户吃饭 他的下属可以上桌 他不行 所以打骂领导这种事情 在中国办在印度的工厂里发生了 我们中国人看不懂 当地人觉得这很正常 你就不应该提拔这样的人当领导 所以后来没办法把这个小伙子 调到一个边缘部门 但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结果这个小伙子最终是黯然离去 当然你可能说这只是一个个案 对吧 但是它说明了什么 说明现代化 说明竞争力 说明制造业这件事情 它不是表面上我们看的一些 什么人口规模年龄 工资那些数据 可以看到它背后的真相的 我们更应该看什么 它的人是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的 要看到这个国家内部 它的组织样式 所以徐希腊老师直接给了我答案 他说 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 替代中国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原因是什么 印度社会内部 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它没有嵌入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决心 就这么简单 当然我在这说这个故事不是想说印度 我是想 这提示了一个我们观察中国的角度 请注意这个角度 我们必须开始重新观察中国的内部 这就要说到一个人了 经济学家何凡老师 何凡老师已经是第三年 每年写一本书 每年再得到出一份中国经济年度报告 观察我们这个国家 它发愿要干三十年 今年是第三年 所以现在你们看到的是变量三这本书 那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当中 我就请教何凡老师 我说今年你给的角度是什么呢 他给了我四个字 本土时代 本土时代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只能在国境线内玩 而是观察本土 重新审视本土 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责任 是这个时代的珍贵视角 我说展开讲讲 何凡老师给我甩了一张图 武汉人都熟悉吧 武汉长江大桥 说你就想一座桥吗 桥小的时候 他当然要关心我能过多少人呢 我的载重量是什么 可是当一座桥大到像武汉长江大桥这么大的时候 他要关注的恰恰是自己内部的结构问题 只有内部结构合理了 它的承载力才大 如果内部的组织方式不对 它的自重就会把它压垮 这个道理很浅白吧 对 何凡老师说 就和国家一样 桥梁也是 内部结构 桥梁越大 内部结构越重要 好 那今天我们就稍微花点时间 我们来看看 这个国家它的内部结构 什么样 今年的跨年演讲 我们有一个 还算不小的研究团队 我们研究了武汉 我们就专门找了 离我们这个演讲现场 光谷体育中心 比较近的一家工厂 联想在武汉的工厂 这家工厂其实不小 我听到一个数字 说这家工厂 每年的出口量 占到湖北省的六分之一 就距离我们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5公里 那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呢 在这家工厂 有一个数字 所以武汉人印象特别深 1月23号武汉封城 然后你不要以为 在武汉所有人都待在家里了 2月份 因为联想工厂生产电子产品 所以他们就琢磨着 复产复工 2月底开始筹备复产复工 3月31号 这家工厂 已经有一万人在生产 没想到吧 全国的观众没想到吧 因为我们听到的数字 武汉是4月8号解封的 但是3月31号 这一家万人工厂 就已经轰隆隆的在开工了 那在采访这家工厂的过程当中 他的厂长叫齐悦 他告诉了很多有趣的事 说你知道吗 我们在最巅峰的时候招人 一天要招一千人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 因为电子生产线上的工人 是有要求的 首先得认识英文字母 否则那个机器 那个按钮 你都不知道啥意思 然后得有基本的数学能力 因为每次交接班 都要进行数据盘点 齐悦厂长告诉我 说这样的工人的规模 只有咱们中国能够招得到 这笔章很好算 中国这么多年来 上过电子产品生产线的工人 全国大概一千多万 湖北本地至少几十万 那么今年正好疫情来了 他们原本要南下呀 或者东下打工 也没法去 所以就留在湖北本地 所以招工特别容易 但是他告诉我 联想在海外什么墨西哥等等 那些国家都有工厂 你要知道在那些国家 一个工厂想招到一千人 那都是天文数字 不可能的 我们有这么大规模的人才供给 这是一点 第二点 一万个工人你招的工厂 当时还在疫情期间 你得组织核酸检测吧 这是最起码的对吧 一万人的核酸检测 得有人引导 得有专门的场地 得有护士 得有这样的机构 齐悦厂长跟我说 说没操心啊 当地政府全给干了 我们工厂没操什么心 而同样是在联想的海外工厂 这件事你想都不敢想 哪来核酸 哪来场地 万一查出一个发热的 往哪送 在联想的那些海外工厂 感觉企业简直是悬浮在社会 是孤军作战 再来 还有第三点 你想过没有 一万人的工厂 工人得下班啊 那下班去哪啊 回武汉的社区啊 周边的好多个社区 他们分散在那居住 第二天还要上班 在武汉 这就没有问题 因为社区的防疫措施 也是完善的 但是你可以想想 在海外的那些工厂 工厂内部做得再好 没有用 工人一下班 口罩一摘 回到社区 第二天来上班 你保证他身上没有病毒吗 所以 孤悬在社会里的一个工厂 是没法运作的 而这个问题 在武汉不存在 对 这家工厂 在武汉解封之后 一直到现在 一万多人 零感染 这家工厂 六月份还上了新的生产线 武汉 当然不只是这一家工厂 我们以为 这个城市已经被封禁了 但是有多少这样的工厂在生产 一季度 武汉的GDP掉了40% 二季度一解封 就追平了 三季度 强势增长 现在我了解到的是前三个季度的数字 武汉的GDP又在全国排进了前十 所以武汉政府有一句话说我们这一年好不容易真的从风暴岩变成了风向标 谢谢武汉人 顺便我做个通知 刚才我说的联想的武汉工厂就距离此地2.5公里 明天后天他们决定不生产了 把生产线变成一个展览 欢迎时间的朋友所有到场观众以及所有的武汉市民 预约去参观一家现代化的工厂 那与此同时 何凡老师的变量三 还有一会儿我们要发布的乡帅老师的财富报告 这两本书 它的发布会 首发会 也将在这家工厂的生产线上举办 欢迎大家预约 这两本书我是相信 它会是很多中国人开年优先阅读的书 所以我们把这两本书放在一个礼盒里面 这个礼盒里面我们还放了一些小惊喜 那如果你愿意成为第一批阅读这两本书的人 现在可以下单了 谢谢 好 我刚才在说什么 我在说这家工厂 我说的是 我们要从内部 从本土来重新解读这个国家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一个优势 它的优势是超强的社会组织能力 当然说这个话题 已经有很多人 我们不妨再来看几个微观视角 今年我们的团队采访了一位很普通的 武汉的居委会主任 武汉市洪山区 东湖风景区街道 新城社区的陶九地主任 这不是什么阴谋 这就是我们采访的一个普通的社区 居委会的主任 那请问这个居委会 它有多少能力呢 陶主任手下12个人 那他要服务多少人呢 12,765个人 这些人因为在家 所以他们的吃喝拉撒 他们导致的健康问题 以及在家产生的心理问题 都有这个居委会来负责 那你说这不可能啊 12个人怎么可能服务 这1万多个人呢 没有关系啊 这12个人仅仅是网络的枢纽节点而已 其他的资源可以往里汇集啊 比如说当地的一些本地的商业设施 比如说他们管的这些社区的物业 那些服务人员 39个人 疫情期间就归陶九地书记 这个网络去分配资源 那加入这39个人够吗 不够啊 再来一批人 谁也 72名志愿者 同样住在小区的居民 因为愿意服务大家 报名当志愿者 继续加入这个网络 够了吗 消杀工作可能够了 但是其他更复杂的工作 比如心理疏导等等还不够 好 再来42名下沉干部 什么叫下沉干部 就是政府 包括一些国企 银行邮局 那些工作人员 大多数都是党员 这个时候下沉到社区 也归陶九地书记 这个网络来分配资源 那还有问题解决不了 怎么办 没关系 还有基层政府 还有周边的商业设施和企业 遇到问题 仍然可以呼叫职员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居委会的例子 因为居委会没有权力 居委会有多大的权力 它这是多大一点的官 但是你会发现 在武汉的封城期间 疫情期间 大量的资源向这里汇集 在由这里分发 这才是中国社会网络 那个基层组织运行的真相 全国有多少这样的基层组织 城市居委会 十万九千六百二十个 这是我查到的最新的数据 还有发挥类似功能的村委会 五十三万三千零七十三个 是这样的基层组织 在几乎没有权力色彩的情况下 汇聚资源 分发资源 我再跟大家聊一件 今年我听到的挺有意思的事 老六 出版人张立宪 读库的创始人 他今年干了一件事 就是把北京的库房 搬迁到了江苏省南通市 然后他回来就跟我们这些朋友聊 说南通当地的政府服务 真好真好真好 然后因为他叫六哥老六 所以他选择2020年6月6号 在南通的库房搞开业典礼 四周来了很多朋友 这些朋友就跟他开玩笑 说六哥不对吧 我怎么看你这库房 是二号库呢 这是他南通库房的编号 说你不是啥事都图个六吗 你看你开业都是6月6号 跟当地政府说说 把这库改成六号库 这本来是一句玩笑 但是就是六哥盛赞的当地 帮他忙的那些基层的政府官员 比如说这位 这位是南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的局长 叫唐靖华 其实官很小 这位一听就严肃了 说话不能这么说 服务我们可以做 但是这个库房的标牌不能下改 原因很简单 这个小区是人家外资企业的 我们跟人签了合同的 标牌管理是人家企业的权利 我们政府不能下管 当地很多朋友去了 挑大目隔 说现在基层政府 法治意识真强 这句话道理很简单 我服务归服务 资源的边界归资源的边界 我不能给你的我也没办法 这个故事和我们过去 对于中国基层政府的那个印象 是不是稍稍有点不一样 我们老觉得 政府是拥有权利的 但是你看 它运行的真相 其实不是靠权利 靠什么 它不是在分配资源权利 它是在培植一种连接网络的能力 这是我们中国人才会有的体感 今年还有一件事也挺有意思的 前不久 我跟人吃了一桌特别豪华的饭 这豪华不是饭菜 而是五六个人参加的一个饭局 光院士就有两位 这两位 我们华科的书记和校长 邵新宇书记 机械制造专家 李源源校长 金属材料专家 两位都是院士 当时那顿饭吃的我觉得祖坟都冒了清烟 我何德何能 能跟两个院士同桌吃饭 因为是校友 但你知道两个大院士 在饭桌上你猜他在聊啥 不是聊科学 不是聊学校治理 他们在发愁 说我怎么能帮云南省林仓市林祥区 种的那个茶叶把它推销出去 挺可爱的 两个老人家 为什么呢 因为华科和林仓市林祥区 而对口扶贫单位 一个书记一个校长 掌握的权力不小 但是他没有权力说 我就用华科这个学校的钱 我把你茶叶给买了 不 他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仍然是在网络上下功夫 比如说利用学校的技术 帮助这个区的茶叶发酵设备 做一些科技上的改良 然后当天我就听着两位院士在那商量 你说我们下次见到湖北省政府 是不是想办法说服他们 省政府的接待用茶 用他们的呢 后来一想不行 湖北省本地也有好多茶 两个院士在那发愁 所以在此我呼吁一下 凡是看过今年跨年演讲的 想买普洱茶的 请认准 华中科技大学对口扶贫单位 云南省林仓市林祥区出产的普洱茶 谢谢大家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社会当然有权利 但是这一代中国人在做什么 我们是在连接那个网络 把它推销 帮助他培植这个节点 在网络中的那个位置 那个强悍度 今年有一位很著名的投资人 中国人 叫李璐 李璐有一篇文章 里面提到了一个观点 他说 中国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 其实是一种叫总部式服务 其实在中国做生意 做事 办企业的人 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 就是我在中国做事 就有点像是在一家企业里面做事 我到哪 他都不是白手起家 好像我能随时呼叫到 总部的支援 他有点像我们一个人 孤身来到一个城市 然后我们拎包入住了一家酒店 那些基础设施是帮你做好的 比如说你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比如说一个外地企业家来到武汉 你在这里投资办厂 当地的土地问题 修桥造路问题 六通一平问题 组织劳动力的问题 优化税收制度的问题 甚至政府会购买这家企业的首批产品 那你只需要做什么呢 你只需要干好你自己擅长的事情 然后雇佣当地的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 然后给政府贡献税收 这是不是有点像租房 这种总部式服务 这就是中国正在培养的那种内部组织方式 通过强悍的组织力 为每一个想干自己事的人提供支持 就是说我们这一场跨年演讲 当我们决定放在武汉光谷 我们见了光谷的书记 汪翔旺书记 书记跟我说 说这样罗胖 咱俩分个工 你呢 好好写稿 准备晚上四个小时的演讲 剩下来什么交通啊 疏散啊 安保啊 防疫啊 这些事交给我 我们光谷的队伍来帮你办 你就安心干自己的事 你看 我想受到的也是这种总部式服务 在这儿我并不是给汪书记和光谷写表扬稿 因为跨年演讲还有好多届 我们可能要到全国各地去办 我期待提前打个招呼 我特别想认识全国各地的汪书记 提前谢谢你们了 我等着享受你们的总部式服务 今年其实还有一个挺有趣的瞬间 我琢磨了半天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它讲出来 有一次我和我的一个同事 在某个机场下飞机往外走 闷头往外走 突然他跟我讲 他说这儿有块牌子 这一块牌子 理解透了 一个外国人才算是理解了中国 什么牌子这么神奇 外国人要了解了他 才算了解了中国呢 是这么一块牌子 这是不是在中国的各种公共服务的场所 机场 车站 邮局 银行 你都经常能看到的 党员先锋港 有的叫党员示范港 对吧 那好 我们以后再遇到一个外国人 我们可以给他出一道题 请问 在一个公共服务场所 中国人突然看见一个服务窗口 出现了这么一块牌子 请问中国的老百姓 是更愿意到这个窗口排队呢 还是更不愿意到这个窗口排队呢 我不知道这些外国人会怎么回答 反正我们中国老百姓心里当然知道 那个答案 这块牌子 什么都不意味着 它只意味着 坐在这块牌子后面的人 劳动技能更成熟 服务态度更好 我有脾气 他不敢有脾气 对吧 仅此而已啊 所以这块牌子背后是什么 是一个品牌 品牌背后是什么 是一个网络 在这样的网络的支持下 我们中国人做自己的事 有了更多的助力资源和底气 就这么简单 这是中国社会内部的组织样式 站在外面 你看不懂的 所以我们这代中国人 是在共享一个叫中国网络的东西 它多层次 多维度 高强度 高弹性 所以中国并不是规模大那么简单 也并不是像有些外国人想的 它是一个树状图 科长被局长管着 局长被部长管着 一层一层管着 这十几亿人 哪里是这么回事 我们理解不了中国的网络 我们就没法理解这个国家的纵深 我们无法理解在2020年这样的情况下 它体现出来的那种灵活多变 以及强韧和不脆断的特性 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信心和底气的来源 说到中国这个网络 它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网络 只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网络 它是一个向全世界充分展开的网络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 你凌空一看 中国这张网络 这张强韧的网络 每年往里面输入 10亿吨的铁矿石 5亿吨的原油 3亿吨的煤 但是经由这个网络再输出的呢 是1450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 是7300亿美元的高型技术产品 是1200亿美元的服装 540亿美元的家具 和530亿美元的钢材 这是我们这个网络和全世界的真实关系 长大以后的中国 我们不再把自己看成一个规模大的一群人 长大以后 我们更可能把它看成是一张网 当然网络这个词 可能我们这代人用的太多了 在我嘴里你们也可能听到太多 你可能会觉得 网络这个词有点太新潮 好吧 其实回到我们中国人的体感 什么叫网络 就是我们干自己的事 我们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目标 我们愿意和很多人在一起 这不就是网吗 我们和邻居在一起 和亲人在一起 和彼此认同的人在一起 甚至和全世界人在一起 我们和全世界人一样 只是愿意安居乐业 愿意达成自己的目标 只不过我们中国人 稍微多那么一丢丢的色彩 就是我们愿意彼此支撑 这不就是网吗 如果换成另外一个词 其实我们中国人 两千多年前 我们一直相信这么四个字 它也是网的意思 无道不孤啊 感谢罗老师 记录和发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观 本节目由小红书APP 首席赞助播出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 小红书 小红书今年成了我们的知识合作伙伴 所以我也有机会 成了小红书的一名 新用户 这一加入不得了啊 我真的发现了一扇 通向新世界的大门啊 我看到了很多当代人的 新生活 好生活 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看到了很多崭新的生活观 我看到了本来不起眼的一日三餐 居然被这儿的人吃出了仪式感 这背后是一种爱自己 也爱别人的生活观 在这里我还看到了一群既认真又美丽的人 他们不仅分享美妆时尚和辩美的经验 他们还在表达一种自我认可的生活观 我在小红书里还看到了一群热爱旅行的人 他们不仅让很多小众的旅行地成了新地标 他们还在倡导一种不断向外探索的生活观 现在每个月都有超过一亿人 在小红书分享自己喜欢的生活 以及背后的生活观 我自己是作为一个小红书的新用户啊 我有一个很惊讶的发现 这里和很多线上社区是不一样的 你想 很多互联网产品都是试图让用户在他们构建的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越陷越深 难以自拔 对吧 但是在小红书里面 我都有一个强烈的冲动 我要从虚拟世界里面出来 我想要丢掉手机 我要去这个饭馆打卡 去那个书店逛逛 小红书是真实世界对我们的召唤 来吧 都去小红书吧 分享你自己 也找到真实世界当中的我自己 欢迎回来 时间的朋友由一气大众奥迪特约赞助播出 做时间的朋友 做更强大的自己 这里是由深圳卫视爱奇艺全球直播 我们和长江日报联合主办的第六届 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 因为是第六届 所以我们请来了六个核套 作为我们的冠名赞助商 六个核套2430坚持30天改变看得见 下面还是广告 我特别要感谢我们这个板块的知识合作伙伴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我自己特别尊敬的简一大理石瓷砖 简一大理石瓷砖是服务高端高质精英的大理石瓷砖 我跟简一的李总认识好几年了 他这样的人我反正就特别敬佩 每次见到他已经很熟了 但是他提起自己的产品服务 还是那么眉飞色舞 对 好企业家都是这个样子 那去年呢 我在跨年演讲 重点讲了简一行业首创的叫密缝铺贴的技术 就是让瓷砖之间的那个缝隙细如发丝 根本看不出来 肉眼看不见 让整个新家空间更大起 效果更出彩 那今年呢 简一大理石瓷砖再次在行业首创 推出简一成品交付一条龙服务 率先打破了瓷砖行业 不提供售后服务的现象 让消费者省心安心放心 他们今年有一句话 叫越长大越专一 简一18年专注高档装修 12年钻研密缝铺贴 就是为了以更优质的产品和极致服务 让您的家人住得更好 高档装修就用简一大理石瓷砖 我们再次感谢简一大理石瓷砖 对这一板块的支持 谢谢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12月31号晚上的21点38分 我在武汉光谷 你在哪里 刚才我们谈的是中国经济未来会好 其实这个共识很容易达成 2020年真正不容易达成的共识是什么 是我自己未来会好 很多人对国家很有信心 但是对自己其实是挺担心的 2020年可能每个人遇到不同的挫折 也可能是感受到新技术对我们这代人生命的那种冲击 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那2020年我们感受到个人命运担忧的那个最大的共同的话题是什么 你可能听到一个词 叫困在系统里 准确的说就是困在那些数字化的系统里 哇 刚开始是一篇讲外卖小哥的文章爆了 然后各种各样的困在系统里就出现了 好像谁都困在数字化的系统里 哎呀反正当年我是看过一则广告 是招外卖小哥的 也是那些大平台发的广告 说哇 干外卖小哥多好啊 假如你不自由 就来送外卖 骑车在春天的风里 很暖和 当年一广告啊 我看见了 但是今天你即使你不干外卖小哥 你也知道 一顿饭 在哪儿去 系统会告诉你 送给谁 系统会告诉你 走哪条路 系统会告诉你 只许用多长时间 系统会告诉你 如果你胆敢超了一分钟 你会面对什么样的处罚 系统会告诉你 而且这个处罚还不是由你一个人承担 你的伙伴会因此吃到什么样的连累 系统也会告诉你 如果你胆敢跑快了 居然把时间节省下来 系统立即知道 然后下次替你把时间扣掉 系统也会告诉你 就在过去几年 我们看到一个数字 三公里送餐时限 2016年 外卖小哥的时限 60分钟 三公里送到就行 但是这个数字到2017年 缩减到了45分钟 这个数字到2018年 缩减到了38分钟 我们订餐的人当然吃得越来越快 但是外卖小哥真的被困在了 那个数字化的系统里 其实也不仅是外卖小哥 疫情期间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虽然上班了 但是不能去办公室 我们只好在家里待着 在家里待着更自由吗 当然不是啊 各种各样的系统 早上你没有洗漱停荡的时候 他已经在催你干各种各样的工作了 一直到深夜 你以为光是员工这样吗 我今年见过很多老板 他们也觉得困在数字化的系统里啊 原来文件到他的案头 什么时候他拼 他自己说了算 现在那个数字化系统 把文件流转到他这 他没有批 所有的员工都看得见 老板好像也不太幸福 对 几乎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感受 那么请问 我们每个人真的被困在 数字化的系统里吗 数字化这个词 当年是显得多么的美好 数字化带来清晰 带来透明 带来高效 而2020年我们突然觉得 哇 数字化居然是意味着紧张 压迫和身不由己 所以每个人都在思考了 就是系统这么庞大 我该咋办 我刚才说了 我们今年跨年演讲 还要发布一本书 他的作者 香帅老师 香帅老师 每年要发布一份 中国财富报告 在得到老师当中 和何凡老师 双风并起 一个操国家的心 一个为我们每个人 每个家庭操心 那 现在又发布出来了 刚才我在台下的时候 同事告诉我 这个跨年演讲的新年礼盒 本来我们限量五万套 现在只有不到两万套了 大家赶紧加紧 新年大部分人会首选阅读的两本书 现在正式发布 好 那香帅老师在今年的报告 他回答了各种各样 个人和家庭财富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他说数字化对我们这代人意味着什么 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 他说 数字化是一个被加快的竞争 2020年的疫情 至少在中国 数字化至少被加快了六年 第二个结论 数字化会加速我们这一代人的分化 这个结论很重要 各位 不是数字化困住了谁 是有一部分人被困住 而另外一部分人是如虎添翼 请注意这个词 分化 分化这个词 是香帅老师今年这本书的关键词 好了 那下一个我们关心的问题自然就出来了 什么导致分化呢 同样是在数字化的系统里 为什么有的人好 有的人就不好 有的人被困住 有的人就能拖出牢笼 这个中间的那个分水岭 它到底是什么呢 这是这本书里 我觉得挺精彩的一部分 香帅老师给了我一个答案 他说 这个分化 这个命运的分水岭 只取决于 你到底是对事负责 还是对人负责 我知道现在大家脑子梦梦的 因为这都是概念 很难理解 我来举个例子 今年我听到了一个 特别让我自己开脑洞的事情 李希贵校长 北京十一学校盟校的总校长 实在不好意思 我已经三年在跨年演讲的大屏幕上 把他老人家请出来了 但是没办法 今年听到的开脑洞的事 还是他提供的 大家看到这句话叫 把图书馆搬进教室 什么意思 请大家给我一点耐心 下面这个 特别有启发 李校长当年到北京十一学校上任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把那么大学校的一个图书馆里面 大部分书全部送进教室 那你说这是为啥 为了让老师和学生看书更方便吗 校长跟我说 他说不是 刚开始我的初衷 是为了改造一个职业 什么职业 图书管理员 他说 我就跟我们学校的图书管理员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假设 假设有一个学生特别爱读书 爱读书到了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就把书给拿走了 请问你怎么办 这图书管理员说 那还用说 这是违反校规校计啊 严肃处理啊 我得找个谈话啊 校长说 校规校计咱先搁一边 你不觉得 你作为一个图书管理员 一个孩子爱读书到 这种程度 你现在要惩罚他 你站到了读书人的对立面 你不觉得 这事有点荒谬吗 大家评评这句话啊 接下来 校长说了一句精彩的话 他说 咱们得想啊 图书管理员 到底是对书负责 还是对人负责 如果你觉得 自己是图书管理员 你对书负责 你对规章制度负责 那很好办啊 书最好 没有折角 折叶 没有写写画画 保持整洁 按时戒 按时环 说白了吗 最好你别看 书最干净 对吧 图书管理员 这就是对书负责的样子啊 是不是我们从小到大 见到图书管理员 都是这副样子啊 好 我自己买 我不麻烦图书管 真正 他对书负责的结果 落在谁身上 落在他自己身上 你想 一个只会对书负责的图书管理员 是什么结果 就是他所需要的 所有劳动技能 在入职之后 一个星期全部学会 不就是几点开门 几点关门吗 怎么借怎么还吗 一个大活人学着难吗 然后他这一生的 几十年的职业生涯 就靠这一个星期 学到的技能来混 那这个人 他不困在系统里 谁会困在系统里啊 他将来不被什么 人工智能替代 谁被人工智能替代啊 这不该吗 所以校长要把图书管理的书 放到教室里 放到教室里 产生什么结果 大家想想 就这个图书管理员要疯啊 他忙死了 因为他每天面对的 是大量的要求 这个教室 这个老师 这个星期在上什么课题 这个课题 需要配进去的书是什么 什么品种 每个品种 什么数量 现在关于这个学科 这个话题 市面上的哪些更好的书 这些好的书出来之后 我怎么让那些网站 以最快的速度 我配送进去 淘汰出来的书 这个星期用不着的书 我把它放到哪 周转到哪个教室 外面捐献进来的书 我把它放到哪里 哇 大量的挑战开始出现 但是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挑战背后 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它来自于大活人 因为来自于大活人 所以这个图书管理员 面对的是大活人的那种 无止境的 纷繁复杂 甚至是不讲道理的需求 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 服务一个人有多困难 但是 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就是这个图书管理员 他的本事一直在涨 每天都在涨 因为挑战不一样 解决方案就不一样 如果他把这样的图书管理员 干好了之后 什么结果 他可能就变成了阅读课的辅导老师 甚至他雄心再大一点 他干脆自己创业了 他因为对书 对人能这么负责 他也许就能开个书店 他也许甚至自己 创立一个出版机构 这辈子他的职场天花板 就先掉了 所以我们经常说 自己困在系统里 是系统困你吗 是需要到系统外去找解决方案吗 李希贵校长给过这个故事 让我最震撼的就在那 不需要到系统外 你只需要在信念中 做一个转念就够了 对人负责 还是对事负责 这句话真的 2020年在我脑子里嗡嗡响了一年 我几乎可以用这个分水岭 来解释一切成功和失败 这当然不只是图书管理员 这一个职业的事 几乎每个职业都这样 博士宁医生 最近在得到 发布了一份 临床医学的前沿报告 里面我就看到了一件事 你知道吗 今年北京的天坛医院 已经开始用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可以对 颅内肿瘤进行诊断 它除了不像医生 有签字权一样 它就是一个医生 它的诊断的准确度 已经达到90% 什么概念 就是秒杀绝大部分人类医生 这样的机器人医生 已经上档 那你在想 如果你作为一个医生 你只会对病负责 而不会对病人负责 等待你的是什么 等待你的 当然就是被淘汰 被替代 被困在系统里 可是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职业 护士 好像护士在医院里面的地位 我们的感受 好像不如医生 但是今年 我从我的同事那儿 就听到一个故事 我的同事从海外 飞回中国 在一个地方被隔离 那个隔离的场所呢 医生和护士都不进入他的病房 隔着玻璃和他交流 有一天 有一个护士 写了一张纸条 放在玻璃上 说你今天感觉好吗 他说OK 好 然后护士 把纸条翻过来 画了一个笑脸 给他看 那个意思就是 嗯 我盼着你好 我知道你好 我挺高兴的 作为一个护士 他的职责当中 当然没有画个笑脸 这一份职责 但是 我今天 给你们讲这份一位 你也不知道在哪个城市 一个遥远地方的 你这辈子也不可能认识的一个护士 你是不是对他挺放心的 甭管数字化的系统 这个世界演化到什么份上 这个护士会失业吗 他将来进入养老机构 还是干脆干一销售 或者进哪个公司 你觉得 他会没有用武之地吗 一个笑脸 对人负责这个精神 这么一个细节 我们就知道 他不会被困在系统里 不仅在医院 在每一个工厂 每一个写字楼 每一家公司 每一个人 每一个岗位 每一个职业 我们都面对这个分水岭 你是对人负责 还是对事负责 没有那么高深 再说一个 去年我在跨年演讲上 我夸了一下保险代理人 其实也不算夸了 我说了一句挺中立的话 我说保险代理人 要么是走投无路 要么是身怀绝起 就这么一句话 今年好多保险代理人 见到我的时候 都谢谢我 说罗帕 谢谢你 为我们这行说话 然后我就打听 我说那你们这一行 正在发生什么呢 他们说 就是分化呀 有的人 只会对那个订单负责 他们在这一行 干不久 也干不长啊 也干不好 可是好的保险代理人 他能对人负责 他们就能在这个行业里 待得下 而且节节成长 我先预告一下啊 平安人寿 特别感谢 今年成了我们的赞助商 但是他们的赞助段落 我一会儿再念啊 今年平安买了我的单 所以我也买了平安的单啊 但是我就观察 我的那个保险代理人 平安的 我就发现 他经常在朋友圈里 推广得到 当然他也不是光推广得到 他其他客户 他也推广 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我就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呢 他说让我的客户和客户 互相认识 最好能互相帮上忙 做上生意 这是我给自己提的任务啊 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他说我很清楚啊 我的前途 不在于我的职业上 我的前途是在于 你们这些信任我的人身上 罢了 好的保险代理人 你看 对人负责 今年 因为平安保险 人寿成了我们的赞助商 所以我跟他们交流比较多 他们内部有一句话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们说 平安的保险代理人 都能成为客户的007 我说啥意思 他说就是什么任务 都能完成啊 多难的任务 都能完成啊 现在正在看直播的 平安人寿的 保险代理人 可以把这一瓶截下来 然后发到朋友圈 或者你们的客户群里面 签上三个字 我就是啊 对 因为他们告诉我 他说你以为买了一份保险 就是买保险吗 不是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妈病了 说我 说你妈病了 请问 如果你今天没有时间陪老人上医院 你应该请谁代替你去 答案非常简单 请你的保险代理人带你去啊 第一 他挣你好多年保费 他敢不尽心尽力吗 第二 因为他卖给你的是受险 所以他对中国的医疗系统相对熟悉 他去比你去还管用了 拜托他妈 所以你看 他哪是对这个社会分工 对这个职业在负责 这种关系决定了 他是对你这个人在负责 所以今年我跟我的很多朋友开玩笑 我说我替你推销保险 我建议你买保险 但是我的理由跟所有保险代理人都不一样 我不懂保险产品 但是你一定得买保险 为什么 因为你得认识这群人 中国保险代理人多少 一千多万 这些人天天在为人服务 他们是这个社会将来最重要的社会枢纽节点 你今天以为人家是卖保险的 将来当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社会分工里 越陷越深的时候 那是你通向世界的一个窗口 比如说我的保险代理人就经常跟我说一说 他的别的客户的事 没准就变成了我第二天早上的六十秒 你说多值钱 好吧 谢谢平安人寿 一会儿我再念你的广告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在这儿要说一下 平安人寿 向全国所有想切换一下职业赛道 比如说你想干保险代理人 尤其想干那种叫对人负责 因此更有前途的保险代理人 请去平安人寿的微信公众号 没准可以试试 没准你也可以适应这份挑战 那平安人寿的保险代理人 也是他们有一个词 我觉得特别好 叫繁星节点 他们说让你罗帕尔看看我们的力量 我们现在开始为得到APP进行推广 但是我知道他们哪是为我推广 他们是要在他们的客户面前 也扮演知识服务者的角色 所以他说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我们一定会推广一个 让你罗帕尔吓一跳的数字给你看 好我等着 对这是我们在说 每一个职业在数字化系统里面 会面对什么样的未来 那我们再回头来看看系统本身 数字化系统真的像我们以为的 那么猙獰吗 其实也不是 人类和机器和数字这个东西 它的交道其实也不是今天才开始 对吧 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一个人 23年前我们就知道一个故事 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 被IBM的那个机器叫申兰击败 当时我就记得很多人在说 说完了国际象棋这个比赛完了 因为人输给机器了 但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仅仅第二年国际象棋大师 卡斯帕罗夫就杀回来了 他说人输给机器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换一种玩法不就完了吗 就是人和机器组队和其他的人和机器组队 咱们大家再比赛啊 当时他说了一句精彩的话 说机器的胜利一如既往 也是人的胜利 这句话其实你理解起来 其实很简单 比如说你人会跑步 有一天我们发明了一个机器叫汽车 人突然发现 哇我跑不过汽车 你会感慨说人挫败了吗 或者感慨我被汽车困在系统里了吗 不会啊 你马上发明了一种新的比赛 就是人家汽车的比赛 那就是赛车嘛 就这么简单 机器再厉害 不会对人造成威胁 我还记得 可能是我这个岁数的人 还记得的一个小说的桥段 王硕小说里面的一段 有一个人站在大街上说 谁敢惹我 旁边一个人站出来说 我敢惹你 这个人又站出来说 谁敢惹咱俩 对 这就是我们和机器的态度 我们和它共同进化就完了吗 我们跟其他人说 谁敢惹咱俩 不就完了吗 所以面对那个看似很吓人的系统 我们可能只需要掌握一个方法 叫背靠系统 面对人 或者我说的更直白一些 叫越过系统 我们看到人不就行了吗 现在我们几乎每一个身在职场的人 都在那个大系统里面 我们 有各种各样的系统在用 比如说我们公司用的企业微信 企业微信现在好大 他们现在已经服务四亿人了 但是 我觉得 如果作为一个员工 至少我跟我的同事聊过 他们觉得系统给他们是负能的 我举一个我们公司挺有趣的一个实践 你比如说我们公司的同事 很多编辑 他是服务我们老师的 那过去呢 你作为一个编辑服务老师 好吧 这个老师归你负责了 比如何帆老师 归你负责 相帅老师 归你负责 那他接到这个活 他能交接什么呢 交接课程的进度 交接各项事务的进度 仅此而已吧 但是你知道 在今天的企业微信里面 有一个 这是我今年才发现的功能 叫一键继承 什么意思 就是这家公司服务 何帆老师 香帅老师的 所有过去的记忆的那些细枝末节 那些通路 你全部可以继承下来 比如老师是愿意上午写稿 还是下午写稿 写稿的时候是爱喝茶 还是爱喝咖啡 用我们公司的录音间 是爱用一号棚 还是六号棚 这位老师脱不脱稿 一般脱稿脱几天 什么招推稿 比较有用 系统全部知道 你继承下来之后 你马上知道 这个人的全部细节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家公司 过往的全部经验 成为一个整体的大脑 由你共享 你只要心思是在 我要服务好老师 那你说 这对你是好处 还是坏处 这个系统面目 对你是猙獰 还是和善呢 我们继续在研究这些系统 比如说企业危险 我们发现 它里面有越来越多 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说有大量的知识 举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我们卖跨年演讲的门票 那用户会提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问到我们 未来的系统会帮你自动筛选 哪些问题的回答是高效的 是最佳实践 所以现在我们的同事 用到这些系统的时候 无论面对什么问题 马上侧边栏 会把最佳实践 也就是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 马上推到你面前 所以前两天 我就在跟我同事说 我说作为一个有上进心的这一代年轻人 数字化系统 生活在这个时代 挺幸福的 对 我作为一个有上进心的人 我太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系统里 因为我有能力 越过系统看到人 只要我的视野里是人 今年我的一个朋友 数据科学家 吴明辉 他在研发他自己的产品 他就给我开了很多脑洞 他比如说 这是今年还没有啊 但是未来的数据化系统会变成什么样 就让每一个人的优点能被看见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每个人都在数据化的系统里工作 对吧 你在正常的做你的业务 那你的老板呢 会看见一张图 这张图是什么 就说白了 说简单点 就是你的人缘的可视化 突然发现 你的老板哦 他不认识你哦 他也不知道你什么级别 他突然发现 哇 这个张三了不得啊 这个张三 周围的人都愿意跟他合作呀 而且这个张三 还没有什么级别 这样的人 当然要提拔呀 因为这意味着 他愿意沟通 他有建设性 他跟周边的人有善意 数字系统会帮你看到啊 所以你就被提拔了 再比如说 有一个李斯 老板一看 哇 在同部门的人当中 李斯和内部人交流 只占40% 和外部人交流 巨单占到了60% 这证明什么 证明在同一个部门里 李斯代表公司的脸面 这样的人得加薪呢 大家想想 我们今天在职场里 想让被看见 多难啊 我们只有两个渠道被看见 对吧 第一 我们完成了KPI 那些数字 让我们被领导看见 第二 我们的直属领导 跟我关系好 赏识我 我才能被看见 隔我几层的领导 我怎么能被看见呢 可是未来的数字化系统 只要你是越过系统 看见人 他就能帮你做到这一点 心理学家有一句话 叫人 终其一生的追求 是被看见 对 好的数字化系统 就是能让你 被更好的看见 这一部分 我说的可能有点枯燥 但是我觉得 这是2020年 我最想和我的朋友们说的话 你不需要做什么努力 跳到系统外去找什么资源 你只要转个念就行 那个数字化的困局 那些牢笼 对你来说 也可能是跳出你的困境的 一个跳板 只要你愿意和它 协同进化 越过系统 看见人 对 说到底 不管这个世界技术怎么发展 数字化有多么辉煌的前景 我们是人类社会 这一点不会变 所以 有那么一句话 哲仁康德说的话 特别值得我们反复琢磨 这句话就是 人 人是什么 人是目的 人不是手段 感谢罗老师的分享 时间的朋友 由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 经常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 在时间的朋友的第六个年头 我们思考 什么是服务的极致 简易大理石瓷砖 坚持12年 用科技 还原大理石的装饰效果 让更多人享受自然之美 作为知识服务者 发自内心真诚 让知识能够赋能 每个上进者 这是我们追求极致的 坚持和专一 简易用十年的时间 钻研密封铺贴的技术 瓷砖缝隙 细如发丝 并提供一条龙 成品交付服务 让客户更省心 简易以优质的产品 和极致的服务 让家人做得更好 越长大 越专一 这是我们的答案 新潮创业七年 终于开始盈利了 盈利的表象是奋斗的结果 底层是数字技术 正在重新立异每个行业 就像汽油车输给了电动车 又会输给车联网流量平台 线下手工广告 会输给数字化广告 最后输给线下流量平台 中国有物业公司管理的小区 40万个 清潮要投入100亿 用200万张智能品 覆盖10万个小区 影响1亿家庭 联合京东 百度 打造日活3.4亿人的 社区媒体流量平台 目前已经投资了50亿 进入了100多个城市 覆盖了小2亿家庭人群 中国托补100的品牌 已经合作了74个 广告图形潮 全家都看到 全家人都认可的品牌 就是真正的名牌 简易密封铺贴 效果更出彩 空间更大气 本节目由简易大理师子专 首席赞助播出 有请罗老师继续分享 这里是由深圳卫视爱奇艺全球直播 我们和长江日报集团联合主办的 时间的朋友 跨年演讲 第六年 所以我们邀请六个核桃 独家冠名 六六大顺 六个核桃 匠心15年 坚持品质成就 下面我还要隆重感谢 下面这部分的知识合作伙伴 赞助商 腾讯会议 作为一款支持我们在线上开会的产品 目前腾讯会议的用户 已经超过了一个亿 这也是疫情带来的 一个伟大的成就 厉害 他们怎么做到的呢 腾讯会议有一句广告 叫腾讯会议会开会 这可不是一句口号 大家想我们平时开会的时候 我们最在乎什么 其实无非就是两点 第一信号稳定 第二信息安全 那为了做到这两点 腾讯会议的网络传输引擎 是自己研发的 即使网络信号不稳定 会议也能尽可能的保持流畅 那与此同时 他们有一套很完备的安全防护体系 能保证会议数据安全 会议信息不外流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今天腾讯会议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专属礼物 如果你的公司或者你开会的时候 想试用一下腾讯会议 那么你可以进入腾讯会议官方公众号 回复时间的朋友 这五个字即可免费领取专属礼包 只给我们时间的朋友 让我们所有人在2021年更会开会 谢谢腾讯会议 好 我们面对下一个挑战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12分 我在武汉光谷 你在哪里 好 我们中国现在每年要生产17亿台手持设备 3.4亿台计算机 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的需求国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能生产的半导体只占世界的5% 具体来说就是芯片 一听这个数字你马上就明白了 为什么我们能被人卡脖子 其实2020年芯片是我们的关注焦点 但是我们担心的可不只是芯片啊 制造业的那些高端的疏控机床呢 还有那些各行各业用到的高端材料呢 如果真的有人下狠手 卡我们的脖子 我们受得了吗 我们的制造业怎么维持 我们的出口怎么维持 我们世界工厂的地位怎么维持 这个问题今年是回荡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的 所以我们问这个问题 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但它背后有很多我们渴求的答案 就是我们中国人能做出自己的高端芯片吗 对 这个问题我从年初开始 遇到懂行的人 相关行业的人 我就去请教 能做出来吗 要几年啊 你灰心吗 你有信心吗 我这么说吧 我得到的答案 可能和我们的感受不一样 我得到的答案 出奇的一致 就是两句话 第一挺难的 第二 肯定行 意外吧 肯定行 只不过有人说的是三五年 有的是八九十年 不是八九十年啊 是八年九年或者十年 我反正也不懂芯片对吧 所以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答案 但是在我获得所有这些答案的过程中 我还是获得了一个视角很有意思 清华大学微电子系的李铁夫老师告诉我的 他说罗胖 你别老问这个问题了 芯片问题 所有的卡脖子技术问题 它不是个科学问题 它是个工程学问题 什么意思 什么叫科学问题呢 就是我做研究 这个研究的进展怎么样 我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有没有答案 这个问题是不是本身就没有解 或者解出来之后压根就没有用 所有这些都不知道 这叫科学问题 比如说咱们中国就有一批科学家 在地下的2400米的深处 研究宇宙暗物质 按物质这个东西到底存在不存在啊 找到之后有什么用啊 不知道 研究进展 投了经费下去 能产生什么结果 不知道 这叫科学问题 可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类问题 叫工程学问题 什么意思 就是肯定能做得出来 已经有人能做出来了 你只不过不知道怎么做 你要做大量的试错 尝试资源的累加 去把它做出来 这叫工程学问题 我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啊 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叫香格里拉 它很神秘 但是你确切的知道它在哪 你也确切的知道有人去过 只不过呢 你不知道怎么去 你现在也没有钱去 这就叫工程学问题 那怎么办啊 攒钱啊 问路啊 你总能去得成 所以为什么这些相关行业的内行人士 告诉我 放心 芯片 高端芯片 五纳米 三纳米 中国都行 就是时间问题 对 反正我一个文科生 我也讲不了 未来会怎么样 让科学家们 工程师们去努力 但是我文科生 有文科生的优势 就是我虽然不知道未来 但是我读过书啊 我知道历史啊 我们可以回到历史上去找答案 我们当前的处境 在历史上 有没有过类似的 那个类似的处境 又没有导出 什么样的结果 供我们今天的人受启发 你还别说 2020年 我还真就找到一个人 马克图文讲过一句话 这种文科生喜欢的思维 是有用的 因为历史不会重复 但历史总会压运 今天 我就给大家压个运 我在历史上想来想去 还真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一个强权 他真的就要把一个 全球化体系当中的 一个重要合作者 给踢出去 这人是谁呢 拿破仑 200年前的 伟大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 拿破仑 关于拿破仑的故事 我估计大家知道很多 对吧 其中很著名的一个 是1812年 拿破仑的60万大军 陷入了俄罗斯的冰天雪地 被追逐 被宰杀 最后 据说回到巴黎的 也就一万人 大败土地 拿破仑的江山 因此 也轰然倒地 这个悲壮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 但是 可能你没有深究一层 就是拿破仑 为什么要跟俄罗斯开战呢 要知道 在1812年之前的五年 拿破仑和沙皇 和俄国沙皇 是签了条约的 两个人四舍五入 也算是同盟啊 怎么这五年前 发生了什么 他们就要开战呢 就要撕破脸呢 对 历史学家 给了我们一个解释 是这样的 这是我听来的一个说法 拿破仑是战神啊 他在欧洲 大陆 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 但是 他搞不定英国人 但是拿破仑 打心眼里 又看不起英国人 他觉得 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 说英国人 就是一个小店主的国家 只会搞什么世界工厂 只会做买卖 经济动物 所以他看不起 所以他说 既然你要做买卖 我就不跟你做买卖 所以拿破仑搞出了 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 一个脱钩政策 叫大陆封锁政策 这个封锁政策 比我们今天中国人面对的 那可要严厉的多啊 只要是英国 或者是英国殖民地 开出来的船 一律不许靠欧洲的大陆港口 只要是英国和它殖民地 生产的产品 到了欧洲大陆 就必须烧毁 就做得这么绝 那历史的结果是什么呢 把英国饿死了吗 那咱们先不操英国的心 事实的结果是 拿破仑虽然 打出了一张道德牌 他说 英国 英国不承认全体文明国家 所普遍遵守的国际法秩序 这话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 拿破仑当年就这么骂的英国 不跟他们往来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自己人先受不了 谁啊 俄罗斯 当时的俄国 俄国当时好穷的 就靠每年向英国出口一点 皮毛啊 木材啊 矿产呢 然后换回一点工业品 好了 拿破仑一声令下 我作为盟友又不得不配合 不和英国人做生意 进出口完全停掉 连俄罗斯的归族都受不了 整个国家的经济 面临绝境 那怎么办 我们熟悉一句话 叫身体很诚实 对吧 所以俄罗斯人 既然明面上 因为和拿破仑的条约 不能进出口 那就投着来嘛 所以就走私啊 所以大量的英国的货品 就通过俄罗斯的口岸 走私进了欧洲大陆 然后再通过什么普鲁士 什么奥地利 什么波兰 进入欧洲大陆 所以拿破仑 就非常的苦恼 说这个欧洲大陆政策 怎么就有那么一个窟窿 我堵不上呢 所以一怒之下 才发动了1812年 对俄罗斯的远征 因此拿破仑的帝国 才葬送在俄罗斯的冰天雪地里 你看 你勾喊着脱钩 你以为自己的那个同盟 是铁桶一块 最终呢 最终是你连自己的同盟 也搞不定 经济规律 还是要尊重一下的 这是拿破仑自己阵营的状态 我们再看这一头的英国 英国被大陆封锁了五年 那这五年间 在英国发生了什么呢 他们的出口 从5100万英镑 增长到6300万英镑 增长了 道理很简单 你拿破仑粗暴地破坏了 这个世界的 全球化的经济协作秩序 所以导致更有生产能力的英国 它的制造业的能力 进一步发挥出来 所以人家增长了 这就是200年前 发生过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是我们知道的迄今为止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 叫有一个自以为很伟大的人 想通过自己的政治意志 利用自己的大国地位 破坏原有的合作体系 想把一个重要的合作者 驱赶进全球化的体系 搞所谓的脱钩 就是这个结果 那我今天把这个故事 带到跨林演讲的现场 我知道其实大家可能有点 说你一有所指 对 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 谁在扮演当年 英国的那个角色啊 是中国啊 我们很多人可能还翻不过这个门来 觉得中国不是欧亚大陆上的国家 我们是一个大陆思维的国家 我们是不是有黄土地思维 错了 那是老黄历了 今天的中国是什么 今天中国的状态 是我们和全球120个国家 中国都是他的最大贸易合作伙伴 在今天的全球化系统里 是中国扮演那个蔚蓝色的海洋的角色 我们是在高举 英国和美国已经不举的那个 全球自由贸易的大旗 我们是200年前那个故事当中的英国 所以今天 如果再有人用脱钩这件事 来说事的话 我们会礼貌地告诉他 拿破仑了解一下 好吧 我们也不关心拿破仑 也不关心其他国家怎么弄我们 我们自己的事反正总得自己办 科技被人卡脖子了 这件事 我们要回来看中国的科技创新 中国的科技创新 我们也得了解一下 今年我是到处请教人 那除了我自己原来内心设定的答案 我也确实得到了一些很有趣的视角 今天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个有趣的视角 是我原来没想到的 就是站在我们这代人老觉得 什么是科技 科技不就是戴眼镜叔叔和白胡子爷爷 在实验室里穿着白大褂干的活吗 我们这些普通吃瓜群众 我们能帮上什么忙 我还记得9月15号 就是美国对于华为的芯片禁令传来的时候 很多人群情激愤 但是吃瓜群众除了着急 你能干啥呢 我们充满了那种苍白的无力感 对 这是我们过去对科技创新 最典型的一个认知 就是我们着急 我们也愿意看到你们好 但是我们没辙 但是回到我们今年演讲的主题 长大以后 我们中国的科技研发体系也在长大 我们在没长大的时候 那中国的科技 当然主题就是学习嘛 就是跟随别人嘛 那跟随者当然只能靠这个民族的精英去跟随 去学习 普通人当然就没有什么用 但是今天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 已经变成了一个何等庞然的体系 长大以后的中国科技体系 已经可以被多种方式点亮 今年我的一些朋友就在建议我 说你真的应该去工厂 去实验室里去看一看 你去做一些采访 你就知道中国的科技创新 已经远远不是科技人员 是那些工程师 是那些高学位的人正在干的活了 他在遍地开花 对 卡萨地是我们的赞助商 所以今年我们就受邀 去生产国际高端家电的卡萨地的工厂 那是智慧工厂 中国第一代智慧工厂 我们去看了看 我的研究团队回来告诉我 说震撼我们的 其实不是那些高大商的设备 也不是窗明几近的环境 不是 是在那个工厂里面 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创新的小标牌 一旦这个工厂里发生创新 他们会把创新提供的这个人的名字 放在这个技术的前面 对 我们来看一组这样的词 什么变尾 无压机制冷技术 看见了吧 前面这个变尾是一个人 李承林 MSA控养保鲜技术 这生产冰箱的卡萨蒂那个高档冰箱 还有什么王威威空气息体验法等等 好多遍布在他们的工厂 我念到这些词的感觉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在中学物理课本上学到的 牛顿第二定律 麦克思维方程 轮秦射线 有没有点像 但是请注意 我刚才念到的变尾 李承林和王威威 就是卡萨蒂工厂里面的一线工人和工程师 对 我们今天想象的中国科技 不是一帮穿白大褂的科学家 看着孤零零在山头的那个工部下的堡垒 束手无策的中国科技创新 是几乎每一个工厂里的工人 都在贡献自己的力量 每天都在往前拱一点点的 那个科技创新 再举一个例子 也是我们今年 我的研究团队去采访到的 我们今年也听到了很多好消息 比如说华龙一号 华龙一号我们都知道 是中国今年上马的核电机组 专家们拍胸脯告诉我们 这就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核电技术 但是我的采访团队回来告诉我 说罗帕尔你别搞错了 华龙一号不是一台机器 它是一组技术 这组技术已经磨了几十年 这组技术背后是5300家公司 然后他们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个东西 这是华龙一号的气轮机低压转子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转子和那个人的比例 这么大 多重呢 285吨 要把它安装到华龙一号 那安装的精度要求是多少呢 用他们的术语说 两丝 两丝是什么概念 自己头发 我们人类头发的三分之一左右 那个精细度 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 要安装精度是两丝 难吗 极难 神秘吗 不神秘啊 它就是这么一坨东西啊 只是复杂 极难而已啊 不神秘啊 它需要二百三百道工序左右 它需要上千项的作业条目 它需要近五万项数据的测定 一点一点的积累 一点一点的膜 就装上去了 要知道这个场景在中国的几乎每一个工厂 每一个科技研发的场所都在发生 还是我刚才那句话 不是一小批科学家看着自己根本够不着的 山上的那个拿不下来的碉堡 束手无策 干着急的中国 现在中国的科技创新 是由两亿产业工人 是由每年毕业的三百万理工科大学生 是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做自己的贡献 是整个水位在一点一点的上涨 那些工程学问题 对于现在这一代中国人来说 它只不过是一个挑战 把这个挑战我们拆解成一盘庞大的工作量 然后我们堆进去资金资源 人才时间耐心和决心 然后把它解决掉 这是一个每天在发生 随时在发生 那个水位虽然你看不见 但它一点一点在往上涨的过程 所以有一句话叫 日共一卒公布唐决 这件事情正在发生 我说到这儿 我不知道各位对于中国科技创新 我们被卡脖子的那些点的担心 有没有减轻一点 反正我今年 我的队伍采访回来告诉我的时候 我好像就没有那么担心 还有一个有趣的视角 过去我们对于中国科技的理解 总觉得 这个总体中国技术 这四十年发展还是不错的 但是关键的环节呢 其实差的挺远的 摸不着边啊 比如说芯片 对吧 我们还在几十纳米 十几纳米 别人都搞出来 五纳米 三纳米 高精度的机床也是这样 好像我们那个缺缓挺大的 这是事实吗 是是是 但是我们有可能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 就是说我们追的挺快的 今年材料学家 化学家 孙亚飞老师 在得到做了一个材料科学前沿报告 做了一门扣 过程当中我就请教他 我说都说中国被卡脖子 被卡得最狠的 就是材料科学 那中国的材料科学界的状态 到底怎么样呢 他说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行业里反正有一句话 说现在在国际材料学的尖端研究领域 如果有一篇论文 你想找到不是华人参与的 还真挺难的 听到这个话了吧 找到一篇论文 没有华人作者的尖端论文 挺难的 他们的估计是 中国科学家 在现在全球的材料学的前沿领域的贡献 有一半左右 我说你怎么证明 你有一半左右的贡献呢 他说你看我今天的课 我今年课20讲 讲了20个最尖端 发生在2020年的新成就 这20个 有中国科学家参与的13个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抽样调查 对 我们不仅要看到 那种现实的差距 我们还要看到 中国这一代科学家 那个追赶的速度 还是挺快的 听到这一点 我们对于中国科技创新的信心 是不是又多一点 我们那个担心 是不是又少一点 再来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 我们老担心被卡脖子 是吧 这个不卖给我们 那个也不告诉我们 挺憋屈的 但是我们有时候 可能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中国市场 那个规模正在形成 庞大的需求 而庞大的需求 会倒逼中国的企业 去全世界搜罗那些创新的资源 准确的说 就是搜罗那些创新的人 请注意啊 这里面没有卖东西给我们的 没有卖技术给我们这件事啊 只是因为 请注意我刚才的话 是中国的庞大需求 在倒逼中国企业 在全球搜罗 创新资源 人 举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 微博手机 是我们的20年合作伙伴 是我们最坚定的赞助商之一 那今年我们跟微博的人 就在聊这件事情 他说对啊 这个原理在微博身上 就在发生啊 比如说微博很在乎 影像技术 就是手机拍照片 好看不好看 他说你知道为啥吗 很简单 因为每天夜间拍照片的中国人 不 微博是一个全球化企业啊 全球晚上6点之后 到早上6点之前 用微博手机拍的照片 一亿张 视频 两千万个 它这么庞大的需求 当然倒逼我们 要全世界去找资源 去怎么把我们拍照片的 影像技术给做好啊 所以微博现在在全球 9个中心城市 有9个研发中心 来 这就是微博拍的照片 这4张 也是微博手机拍的照片啊 但是是4个日本人 这4个日本人分别是 野田英西 石岛纯史 鱼海正纯 石黑克之 我在这里不是 卖弄我记忆利好 我只是想 大家感受一下这种节奏 日本人 给中国企业打工的日本人 但是我这不是说 民族情绪 不是 我只是让大家感受一下 为什么微博会请他们 很简单 这4位 都是原来在索尼 佳能 富士 夏浦 金瓷 这些日本企业 做影像的 成功的工程师 然后我们中国企业 以更好的待遇 把他们请到 Vivo 在东京的影像研究所 来上班 就是个上班 没有别的政治遗憾 对啊 卡我们脖子 是在产品上卡呀 它卡不住人呢 中国人发的工资 就不香嘛 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 你站在人的微观处境里 想一想 一个人 他有技术 有相关的经验 那他就得考虑 哪有待解决的问题 哪儿的问题 比较集中 也比较迫切 背后代表的 那个需求量大 然后 这个挑战 我研发出来之后 对整个人类文明 贡献高 但是更重要的是 哪家企业给的工资高 我就去哪儿嘛 这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 老外也这么想啊 所以未来 如果你看到 大量的印度留学生 在中国大学上学 如果你看到 全球最重要的科学家 工程师 在中国企业 设在全球各大城市的 研究所上班 这没有什么稀奇的 你能拦得住谁呢 你能卡谁的脖子呢 这个世界说到底 不是由技术和产品构成的 还是前一段 我讲的那个话 是由人构成的 这个流动 知识的流动的真相 本来面目 是卡不住的 这 也是2020年 我开的一个脑洞 听完这一段 大家的信息 是不是又多了一点点 对 还有一个脑洞 也挺有意思 这是梁宁老师告诉我的 他说 关于卡脖子这件事 关于科技创新这件事 确实2020年 我们好多事面对不确定 但是请注意 有一件事情确定了 而这件事情确定了 是最值钱的 什么 战略决心码 这是2020年 中国科技创新界 收获的 最珍贵的一枚果实 什么东西 共识 我们关心这个领域知识的人 可能前两年 都有这样的感受 就是中国要不要搞 自主创新 这件事是有争议的 很多人说 全球合作嘛 他掐我的脖子 我有长相 我掐他们的不就行了吗 也有人说 哇 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 你不可能再搞自主创新了 或者说这件事很难 你自己做很贵 买很便宜等等 这些争议前两年是有的 我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见过的很多高人 也说过类似的话 但是 这些话也许在当年 都有它的合理性 但是2020年 至少在行业内部 你再也听不到了 共识达成了 无论如何 代价大一点 也得干 这个共识 是最珍贵的果实 2020年 可能很多人感受到的是 不确定性 但是居然有这么一个 沉甸甸的 如此庞大的一个确定性 就砸在我们的面前 就得干 不用成论了 这难道不是收获吗 带着这个视角 有一次 我去采访 也是为这场跨林演讲 做准备 我去采访了 红杉的投资人 沈南鹏 我就问他 我说 对现在的科技创新 这么大的不确定性 2020年 这么乱糟糟的 你怎么看 他说挺好 我说你是说 你投资挺好吗 他说投资也挺好 但是我最为之高兴的 是这一代 马上要毕业的 这几届 理工科中国大学生 他说你想想 过去几年 那些毕业的 名校的理工科大学生 他去哪呢 去大厂吗 大厂的那个 简历不好投大 所以他那个 人生方向是紊乱的 但是 2020年一过 好了 只要你是一个 中国还不错的 大学的理工科大学生 哇 那张就业清单 那张创业清单 那张参与的 那个企业的清单 好清楚啊 恰我们哪儿的脖子 那个国产替代的 企业的清单就出现 那些企业 是不是 那张清单已经很清楚 加入他们 或者加入这条赛道 或者你狠一点 你干脆自己 到那条赛道去创业 未来几年 甚至是几十年 中国不错的 理工科大学生 他的那个专业方向 他的人生方向 变得极其确定 新一代理工科大学生 遇到了特别好的机会 创考 如果你不信 打开创业版 不 打开科创版清单 了解一下 那些国产替代的企业 正在承受多么大的期待 所以梁宁老师说 战略决心是最珍贵的果实 共识是最珍贵的收获 共识不是虚大 共识背后意味着 一笔一笔的投资 一个个的创新和创业的机会 一张张的订单 一项一项 马上就要落实的政策 2020年 中国面对的科技创新的确定性 远远大于不确定性 我们再来看一眼 2020年流传日久的这张清单 所谓的卡脖子清单 你现在看到的还是卡脖子吗 反正我要是一个理工科的大学生 我看到的是机会啊 我看到的是任务啊 我看到的是我这一生 老天爷赏赐给我的那个果实啊 整个中国的科技创新水位在台上 202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我们被卡脖子了吗 是 但是还有一种事实是 中国是什么国家 中国是联合国公布的 所有产业门类最全的一个制造业国家 我们虽然在很多领域 我们都很弱 我们不是第一名 但是我们都有国产替代的必方案 我们都有后手 我们都有一个相对差一点 但是我们没有缺还呢 我们都有国产替代啊 那只要经费投入大一点 那确实中国现在也是全世界 以科研经费投入最大的国家之一 而且我们还有那么多 自下而上的创新的热情 2020年这么一个想创新 渴望创新 也几乎为创新准备了一切条件的庞然大物 突然被一锤子给唤醒了 这就是2020年的另一重共识 有人敲一敲这个巨兽 说醒醒醒醒 来就这几项事 你们赶紧干哪 把我们的靶心都给我们划好了 那你说2020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长大以后我们当然就有机会 把卡脖子清单变成机会清单 我们怎么描述我们此刻的那个感受 我找了半天 找到一句话 法国作家家缪说的一句话 在隆东 我终于知道 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感谢罗老师的分享 时间的朋友由腾讯会议首席赞助播出 腾讯会议会开会 您好 我是罗帕尔罗振宇 相信大家在这一年里都开过很多会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会开会的朋友 腾讯会议 为什么说他会开会呢 除了大家都知道的什么视频语音通话功能之外 他还有AI美言 虚拟背景 共享屏幕 上传文档 会议录制 同声传译等等功能 这么多贴心的功能 是不是就说明他很会开会了 腾讯会议还能在你开会的时候 帮你屏蔽掉身边的那些嘈杂的环境音 腾讯的研发小伙伴搜集了办公室 街道 地铁 餐厅 商场等 生活者常见环境中的大量噪声数据 甚至连最难消除的键盘声 腾讯会议也给你解决了 不管是普通键盘 笔记本键盘 机械键盘都给你消除了 为安静的开个好会 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啊 那你以为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了吗 当然不是 腾讯会议最最硬核的 是他的安全性爆炸 有了这一点 企业就可以放心的开机密会议 进行商业谈判 腾讯会议还在疫情期间 仅仅用八天时间 紧急扩容了十万台服务器 这么会开会能不高效率吗 你看看 这在全世界估计也没有几家公司能做到的 腾讯会议这么专业和坚持 让我们用户的时间变得更有意义 所以朋友们 2021年让咱们继续用腾讯会议 好好的开个会吧 腾讯会议会开会 感谢你收看深圳卫视和爱奇艺 正在全球直播 我们和长江日报集团联合主办的 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 今年是第六届 非常荣幸 我们得到了六个核桃 六六大孙 六六大吉 得到他们的冠名总赞助 六个核桃提醒您 有价值的事坚持三十天都足以促成改变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 下面这个板块的知识合作伙伴赞助商 小红书APP 2021年小红书将和我们得到APP一起合作推出一个新产品 叫生活学院 在生活学院里面 为您服务的人包括旅行专家 美食专家 策展专家 还有在家居时尚园艺等等 只要涉及到你生活的各个方面 都特别懂生活 会生活 爱生活的达人们 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这个学院正在筹备中 你不仅可以在得到APP 学到知识 你还可以通过小红书生活学院 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我们一起期待这次合作圆满成功 好 谢谢小红书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48分 我在武汉光谷 你在哪里 你也在武汉光谷 好 谢谢 下面说一点2020年我最大收获的事 2020年有一个趋势叫数字化 我们都知道 数字化爆发的那一天 就是春节后 我们想上班 倒是又去不了的那两天 那两天腾讯会应 用八天八夜来扩容 扩了十万台云服务器 扩了一百万核服务器资源 才稳住 承接住了那个时候数字化 我们要在线上开会的那个需求 但是后来疫情过去了 中国很多地方解封了 但是数字化的浪潮 并没有退潮 很多人还是在用数字化平台 还是在用腾讯会议开会 对 2020年几乎所有的线上数字化平台 都完成了增长 这对很多人是好消息 今年我行走江湖 很多人都用恭喜的口气跟我说 说罗胖 你们是线上平台得到APP 你们今年一定不错吧 我只好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笑 我说你们永远理解不了 一个年近半百的过期网红的感受 怎么说呢 那么多人都指着数字化的方向 但是老汉我看数字化 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对 看下面这一屏 这几年 其实也包括我自己在内 经常会说 哇 数字化好好 各种各样的平台都出现 值得再搞一遍 用各种各样的平台 用社区 用各种各样的号 用各种各样的新概念 把过去的事颠覆一遍 再做一遍 早年间我们创业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真是一个 让人兴奋的时代 但是 2020年 当越来越多的人催我 说罗胖 你们怎么不开一个号啊 各个平台上这个号 新平台有个号 你就意味着粉丝 又可以从零到一万的增长 然后你就可以等着那个 也许你永远等不到的变现了 我说我总不能死的时候 手里有一堆号吧 你们每年都搞出几个新平台 我年近半百的人 我实在是追不动啊 对 在线上的人 在数字化世界里的人 也有我这样的烦恼 所以2020年 我看着数字化远去的马拉松队伍 我是决定不追了 我坐下来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因为新的事物就像浪潮一样驱赶着你 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一句话 英国摇滚巨星 大卫报衣 他说的一段话 他说 音乐人们啊 醒醒吧 长点心吧 未来你们痴迷的那个音乐 将会变得像自来水和电一样的 方便和便宜 音乐人未来想赚钱 请你一定要办更多的线下巡演 这件事情我现在想想就兴奋 不管你兴奋不兴奋 这件事反正会发生 这是一个音乐人在很多年前说的一段话 有的人信 有的人不信 但是我们都知道 音乐产业是被数字化这个浪潮 在地上按摩着摩擦最狠的一个产业 对吧 过去这些年 我们知道音乐界打了多少版权官司 有多少音乐人 著名音乐人站出来骂街 但是怎样 这个不斗 最后尘埃落定的样子是什么 就是你跟数字化不斗没有用 最后音乐还是变成了线上到处免费可得 就像大卫鲍一说的 像自来水和电一样便宜 但是与此同时呢 与此同时大卫鲍一那个预言真的实现了 要知道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面 线下的音乐会演出他的票价 涨了百分之四百 现在你再去问 全世界著名的那些摇滚歌星 他们百分之八十的收入 是来自于线下演唱会 好奇怪 不是说线上才是未来吗 数字化才是浪潮吗 怎么搞着搞着回线下了呢 所以今年我们也觉得往线下追一追吧 所以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反方向上的尝试 我们在北京SKP商场的门口 搞了一个得到学习中心 我自己办了一个线下的演出 叫启发俱乐部 每周三晚上八点 我在北京SKP商场门口 讲这么一场 把我过去一周受到的启发 汇报给我的听众 线下呢 卖票 线上直播 免费看 那当然 做这件事情 我们心里对未来是有一点憧憬的 就是未来它会变成啥 你知道线下卖票虽然很贵 但是一共才不到一百人 作为一个生意 它啥也不是 但是我们对未来有一个朴素的想象 如果我坚持在这儿讲 每周都讲 讲个十年二十年 而且请注意 我站的是周三 这意味着 我向很多社会上能讲课的人敞开了怀抱 就是这个地方 周五周六周日 那个最好的日子 我可以给你留着呢 想讲的都可以来 我们把这个地方填满 我们变成一个很热闹的一个课堂 你知道我憋着什么心思吗 要知道2020年北京的SKP商场 超越了伦敦的哈罗德商场 是全球销售额最大的商场 这个商场已经是人类消费文化的制高点 标的 对吧 我们就要在这个灯红酒绿的 人类消费文化的制高点门口 当一个学习钉子户 对吧 我就是喜欢看你们明明想来买包包 但是不得不和我一起终身学习的样子 我想到这个我还是挺兴奋的 所以我们对未来有一个 对这个地标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想象 现在我也向全国有志的商业地产商做一个预告 如果你有这么好的地方 门口有这么好的标志性的建筑 愿意开个小课堂 欢迎跟我们联系 中国未来各大城市的学习地标 就靠你们了 也靠我们 但是 虽然这是一个很朴素的想象 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得回答 就是为什么他20年后能变成一个那么好的景观呢 现在没道理啊 直到有一天 在我的启发俱乐部的现场 来了这么一对观众 父子 父亲大概四五十的样子 孩子 儿子 大概上初中的样子 我就看这个 来了一对父子挺好 我就问他 今天什么日子啊 你们来 他说我儿子生日 我是这么重要的日子 你们愿意来启发俱乐部 一定是得到的重度用户吧 那父亲说 并不是 得到APP 前两天刚下载 那我就说 那贵公子是不是重度用户啊 孩子说不知道 从来不知道 我只是今天过生日 我爸愿意让我到这来 生日这一天 我也想跟我爸聊聊 所以我就来了 我就问这老爷子 我说 那你为什么带你儿子来啊 他说 我就想让人看看 让我孩子看看 一个人靠读书 然后靠吹牛 然后 对 就能挣钱的样子 是个什么人 好吧 你说这还是挺尴尬的 但是这个场景 让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 就是你看当天晚上 我在他们父子身上 我可卖掉了两张票 不便宜的 我创造了1760块钱的GDP啊 为北京市朝阳区 但是他们两个人 居然不是因为我来的 甚至不是因为我的内容来的 他们只是用我提供的这个工具 来确认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 因我而来 与我无关 这事怎么发生的 我估计今天 来跨年演讲的现场当中 也有这样的人 你们不是为了听演讲来的 听演讲在爱奇艺和深圳未知上 不像吗 你们为什么要来现场 这件事情让我真的想了一年 我突然明白这是个什么效应 对 我提供的是什么 我提供的不是我个人的内容 才智的一个放大和呈现 我提供的是一个存钱罐 走过路过难来北往的人 是把自己人生的意义往里放了 是我们这么多人把它累积出来的 那个意义 所以如果将来这个地方 成了什么社会景观的话 那不是我的 是南来北往这么多人往里放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 两百年后 我肯定死了 两百年后 如果这个玻璃房子还在 北京SKB商场还在 那个时候一个到北京旅游的人 人他会不会想 罗帕那代人还是挺有意思的 居然在商场门口当钉字户 搞学习 那一代人创造了这么个东西 我要带我儿子到北京看看 你说会不会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那就意味着我们这代人不在了 但是后人仍然会往这个 依然健在的存钱罐里 存自己的意义 这才是他存在的理由 所以线下的价值 也许和我们原来想象的不一样 因为他在那 所以他让所有人都有机会 往里存自己的意义 说到这儿 我必须费了一段广告 因为当时启发俱乐部刚创办的时候 既没有品牌 也没有呈现 也没有用户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一气大众奥迪就赞助了我们启发俱乐部的第一季 所以在此 我要特别向一气大众奥迪 谢谢 当然我觉得 他们之所以做这个选择的原因 也许很简单 因为这么多年来 他们在线下服务了 六百万用户 一气大众奥迪 所以 他们当然知道线下的价值 我也特别喜欢一气大众奥迪的那句话 叫做更强大的自己 广告做完了 我还是得回来说这件事 意义存钱惯 这个效应在全人类是普遍存在的 线下的价值是被低估的 有一个地方 很多去法国巴黎旅游的文艺青年一定会去 这个咖啡馆 看似普通 但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叫花神咖啡馆 当年的什么萨特 什么波夫 什么加谬那一代人 是在这个咖啡馆交谈 喝咖啡 写作和传播思想的 所以今天 一代一代的旅游者到了巴黎 他就要来这个意义存钱惯 把自己的照片 合影 在这里打卡 在这里发朋友圈 在这个存钱惯里存入 这一代人的意义 这个场景 我们中国人太熟悉了 我们这片土地上 有多少这样的存钱惯 什么西湖 什么泰山 什么藤王阁 什么黄河楼 都是这样吗 对吧 黄河楼 三国时期 东吴 当年就建了 建的时候 他有啥 他没啥 这个存钱惯里 钱不多的 然后到了唐代 来了一大财主 谁呀 大诗人催浩 留下一句诗 黄河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 空悠悠 哇 好大一笔 存进来 然后又来一个储户 摇头晃脑 进来一看 这人是李白 李白一看 哇 这笔钱太大了 我存不起 所以感慨说 眼前有景 道不得啊 催浩 有诗 在上头 自己回家 回家又取了一笔 更大的钱 又回来存 李白 转了一圈 回来说 故人西四黄河楼 烟花三月 下扬州 哇 有了这一番互动之后 那还了得 在这附近 南来北往 迎客送客的诗人们 就一笔一笔的往里存 所以一手一手的诗写出来 然后一代一代的小学生 把他一句一句的吟诵出来 一本一本的课本 把这些诗印上去 一笔一笔的钱 就存在了黄河楼 这个实体的 这个线下的存钱惯例 所以 意义容器这个效应 它是什么 南来北往 不要错过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有钱的捧个钱场 有人的捧个人场 泰山不辞 戏土故能称其大 这就是黄河楼 变成今天样子的原因 今天它哪只是一个5A级的旅游景点 它不还变成了一些商品的品牌吗 你说它有多值钱 对 其实人类社会有太多这样的事情 你不要小看那些走过路过的人创造的价值 比如说一个画家 成名画家 他的画很值钱 难道他画完一幅画 只需要把自己的那个藏家 叫到自己画师看 来 看这一幅 好不好 好 给钱 真实的艺术品生意不是这么做的 再有名的画家 一幅画画出来 他要交给画廊 画廊要把它办成画展 画展要招来大量 走过路过 发个朋友圈 上个小红书 然后就算了 反正也买不起的人 然后最后画展结束的时候 他们才高调地宣布某幅画被某个藏家收藏 那请问 那个最终成交的价格 他买到的是什么 这笔价值是谁创造的 我们当然知道 包含了大量走过路过 但买不起人贡献的价值 他买的就是我们买不起 这一部分 那些所有在这个画前 合过影 发过朋友圈 小红书 打过卡 写过评论的人 在这笔价值当中 亦有贡献 对 这才是这个世界价值创生的真相 这才是线下的价值 当然 我说这些 当然是为了2020年 给很多做线下的人 打个气 因为很多做线下的人 这一年觉得太沮丧 但是我也不是说 只给你们打个气 就完了 因为我知道 那个问题还仍然在 就是这一年过去了 数字化浪潮滚滚袭来 我们将来到底是做线上呢 还是做线下呢 我今天给一个 一步到台口的建议 这个建议 有点不礼貌啊 就如果你要是这么想 那你是个小孩子 你不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长大以后 因为那句话说得好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们成年人全要 线上线下 全得要 这就是过去一年 我们自己做启发俱乐部 这个线下项目的 最大的心得 今天我诚恳地 把这个答案带到现场 当然这个问题 我最终把它想清楚 还是因为跟小红书 达成合作 那次我和小红书的创始人 瞿方 还有毛总 他们两位也是武汉人 我跟他聊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 我跨连演讲 可能要夸小红书 你说小红书有什么特点 跟别的线上平台 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他给我的答案 特别有意思 他说你看 别的线上社区平台 都是希望你把时间 更多的留在线上 留在那个虚拟世界里 但是小红书不一样 小红书看到的所有内容 但凡你觉得好 你马上就会生起一个冲动 就是这玩意挺好 这个酒店 这个民宿 这个咖啡馆多好 你想扔掉手机 你想从虚拟世界出来 你想去线下 你在小红书上看到 一个餐馆 你马上想去尝尝 你看到一个 很漂亮的咖啡馆 你马上想去打卡 你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书店 你马上想去拍个自拍照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循环 大家琢磨琢磨 所以有一个词 也是算是小红书 把它轰起来的一个词 叫拔草和种草 对吧 在线上完成种草 但是你得去哪儿 去把这个草干掉呢 拔起来呢 线下 线上 附线下 拔草 附种草 春风吹又生 往复在循环 一直在往前 是这样的一个循环推动 在构成我们真实的生活 所以有一个词 过去我们老说三观 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对吧 但是在小红书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第四观 就是生活观 生活观是什么 就是我刚才讲的 意义存钱观吗 甭管是你观看别人的生活 还是你把自己的生活 呈现给别人看 这个生活观 就是一个存钱观 它可以不断地 为生活赋予意义 小红书几乎是 以自己的一己之力 催生了一个产业 叫民宿 过去 什么叫宿 旅店吗 我们为什么要住酒店 因为我要到某个地方 所以当天晚上 我得找个住的地方 所以住的地方是工区 但是今天 中国有一批民宿 它是走了一个 什么样的逻辑循环 就是有人在小红书上 把自己看到的一个民宿 拍出这样的照片给你看 我估计在场的各位 所有看直播的各位 看到这样的照片 是不是想着 我也想去一下 OK 种草成功 然后有的时候 你就有机会去现象 去拔那个草啊 你会老老实实在那 拔一个草就结束吗 不 你一定会找到那些 你精心发现的角落和角度 你发一张美美的自拍 然后接着传到小红书上 给别人种草 然后吸引更多的人 来到这样的民宿 对 在小红书上 民宿 包括咖啡馆 包括餐饮 包括各种各样的 线下的美好的生活场景 就是按照这个循环 再往前走 那如果 生活观这个词 你觉得稍微抽象 我推荐大家 浮想另外一个词 我们在哈利波特里面 看到了一个词 叫九右四分之三站台 手吧 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穿过这个九右四分之三站台 那边是一个魔法世界 是一个巫师世界 那在这边呢 是一个凡人的世界 是一个麻瓜的世界 我们今天的意义 我们称之为叫现实世界 而一个 哈利波特那么精彩的故事 是在九右四分之三站台的内外 我们反复穿梭 才能构建出来的 那回到我们今天就是 我们一定要在数字世界 线上世界 虚拟世界 和真实世界 现实世界 肉身世界 反复穿梭 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 创造价值的方式 对 那说到这儿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 肉身 现实 具体 太慢了吧 规模受限吧 我为什么一定要到现象 线上不挺好吗 我听过多少财富的传奇 都是在线上 从零到一 从一到上市 从上市到那样 对 我们还是得回答 为什么要到现象 2020年 我其实和我的团队 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有一个角度 推荐给大家 一定要到现象 是因为现象 才会造就选择 回到现实 最重要的是 推动选择 为什么要推动选择 因为只有选择 才能生成意义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是一个歌星 你是一个歌星 现在你的歌非常好 非常受欢迎 但是很可惜 只要放在数字世界里 它到处都是 而且不值钱 那选择听你的歌 这是一个很轻量的选择 不需要什么理由 于是 它就没有什么意义 它的意义是被稀释的 但是 你选择 在某一天 某一年 来到武汉 变了一个 线下演唱会 好了 所有的武汉人 甚至周边的人 现在面对一大堆选择 我去不去呢 我去买什么档次的票呢 我选择 谁跟我一起去呢 请注意 选择跟谁一起去 对于那个具体的选择 买票的观众 那是一个 何等巨大的人生决定 跟你没啥关系 只要选择 他就必须给自己理由 当他把这个理由 说服自己 他就生成了一个意义 这个意义就放到你的存钱惯例了 所以 你的用户就会越滚越大呀 就这么简单 当然在人类历史上 这样做过的 最成功的一个案例 我们都知道 也是我们2020年 没搞成的奥运会嘛 奥运会当年有什么 就是一百多年前 一个法国贵族 叫顾白旦 老绅士 他有一个念头 哎呀 说这年轻人不要送到战场上打仗了 我们送到一个地方 让他们互相比比 把那个汉啊 那个劲啊 都释放掉 不挺好吗 所以他一直提倡办奥运会 那这一番理想 后来变成了什么 更快更高更强 那你说 这些意义 在线上传播不就行了吗 我们宣传给每一个人行了吗 不行 奥运会是要下凡的 他每过四年 都要穿越那个九分之 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来到人间这么闹腾一回 选择一个具体的城市 美国四年选择那么一个具体的时间 而时间和空间的这个选择构建了什么呢 选择 运动员要选择 我要不要在这届奥运会冲击金牌啊 游客要选择 这届奥运会 我们买不买票去看 到不到那个城市去旅游啊 当地的城市要选择 我利用这届奥运会办什么样的基础设施 以在奥运会结束之后 我的市民还能享用啊 当地的那个国家要选择 以什么样的方式借助奥运会 来推广自己的文化呀 那么多大品牌 大公司要选择 怎么在这届奥运会上 推广自己的品牌啊 那么多科技公司要选择 怎么样在这届奥运会上 来呈现自己的科技最新成果呀 所有这些选择都需要理由 而所有这些理由都变成了一大坨一 全部存到了奥运会这个存钱管理 所以一百多年来 这个罐子就越憋越大 越憋越大 这就是创造价值的方式 其实我们跨年演讲 难道不是这样吗 它还是我的吗 从第一年 那些支持我们买了二十年票 十八年票的观众 他们把多少人生的选择 以及为什么要克服困难 每年来到这个现场 那都是他自己的意义 其实我不了解的 他放到了这里 二十年后 这个东西的账大 它不是我一个字一个字 讲出来的 是在座的各位 你们每个人把自己选择的意义 存进来 因此变大的 说到这儿 我要特别感谢 今天所有来到 武汉光谷主会场的观众 我要感谢 在全国九个官方峰会场 正在观看跨年演讲的观众 以及那些辛辛苦苦的组织者 你们辛苦了 都说到这儿 不念一段广告是不行了 我要为此特别感谢飞鹤奶粉 飞鹤的棱总 是我多年的朋友 他们今年对我们跨年演讲 全国九个官方分会场 官方分会场 提供了大力的支持 我曾经在节目里引用过 曾国藩说的一句话 叫 节应债 打呆仗 对 在飞鹤奶粉 这家企业身上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品质 说的就是他们 他们不玩滑头 不抖机灵 用长期主义的精神做产品 数字在哪 飞鹤奶粉 扎根于北纬47度 黄金奶源带上 一干就是59年 而且保持了59年 安全零事故 成为持续成长的中国品牌 它就是时间的朋友 据我所知 现在每年有超过一亿罐 飞鹤奶粉成为中国妈妈的选择 2020年飞鹤市场占有率 强势增长17.2% 高端销量更是遥遥领先 祝贺飞鹤 祝贺飞鹤奶粉 对我们跨年演讲分会场的支持 谢谢你 好吧 这一段 其实我特别特别希望 能把我们今年摸索出来的经验 分享给各位 这其实也是一个长大以后才有的视角 在长大之前 我们只关心成长 我们只关心数字的增长 小孩子谁也不会给他别的责任 你长就好了 但是长大以后呢 长大以后我们总要关心 我们生成的是什么价值 我们这个价值 是不是利好我们周边的所有的人 我们总要关心这个价值 是不是可以长久存留 所以 在刚才这一段 我其实说的是 我们有一个好方法 这个好方法可以兼顾线上和线下 数字世界 虚拟世界 和现实世界 和肉身世界 那就是我们要成为 这个世界的意义容器 所以我建议听过这场跨年演讲的人 我们将来不纠结一个问题 我们是做线上还是线下 数字还是现实 不想这个问题 每做一件事情 我们都问自己俩问题 第一 我当然要利用这个时代 那些发达的数字基础设施 所以我要问 我穿越过去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在哪里 第二 我当然要回到现实 我要那个意义存钱 管 那个肉身 所以我要问 我的黄鹤楼 在哪里 感谢罗老师 做时间的朋友 续不凡传奇 本节目由国际高端家电品牌 卡萨地首席赞助播出 你好 我是罗胖罗振宇 今天我们演讲的主题是 长大以后 对 我们的身份会随着成长阶段 不断地发生变化 我既是一个知识服务者 也是一个丈夫 还是两个女儿的父亲 每天都很忙 那假如我现在就拥有了 我们合作多年的老朋友 国际高端家电品牌卡萨地 那我很多烦恼就没有了 卡萨地冰箱会知道 我正在减肥 所以呢 它会帮我制定 连续一周的健康食谱 还会根据我购买的食材 调整它的温度和湿度 细胞级保鲜的技术 可以保证 食材随时拿出来 都是非常新鲜的 哦 对了 卡萨地这一款智慧烤箱 它还能智能烘烤 可以帮我随时变远 展示一下处理 还有卡萨地的智慧空调 它特别懂我 当我写稿写得很焦躁的时候 它能感知到 我的体温上升 它会自动调整温度 当我写得顺利的时候呢 它又会把温度给调上去 保持恒定的温度 含氧它 吹出软缝 默默的运作这一期 特别的贴心 舒适 哦 对了 即使夫人不在家 我也不用担心 第二天出席活动的服装问题 卡萨地 空气洗洗衣机 喜护我的西服 而3D云镜呢 会给我推荐最佳传达 你看 在制造业升起的时代 卡萨地所提供的 可不仅仅是高品质的这样体 它们是在营造一个个 家庭生活场景 让场景服务于每个人 并创造出全新的生活 卡萨地 一个懂生活的高端 欢迎回来 时间的朋友 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 飞鹤奶粉特约赞助播出 有请罗老师 感谢您收看 深圳卫视爱奇艺正在直播 我们和长江日报集团 联合主办的时间的朋友 跨年演讲 今年是第六届 所以我们和六个核桃 来赞助我们 所以我们双方加起来 是六六大顺 六个核桃 提醒我们 他们的最新产品 六个核桃 2430坚持30天 改变看得见 我还要特别感谢 本板块的知识合作伙伴 国际高端家电品牌 卡萨地 他们给我的要求很特别 说罗帕你别夸我们的产品了 夸夸我们的经销商吧 他们拜托我们 向他们的经销商朋友致谢 特别是咱们武汉的经销商 李峰董事长 应该来了吧 李峰董事长 是卡萨地的优秀经销商之一 现在卡萨地的 万元以上冰箱的份额 已经接近50% 跟卡萨地十多年的合作 让李峰董事长一次次看到了 卡萨地创新的力量 从产品创新到如今的场景创新 这一点特别重要 卡萨地的场景创新 今年是他们的一个亮点 卡萨地总是在以自己的方式 一次次在市场竞争中引领行业 今年卡萨地依然实现了 30%的增长 2020年不容易啊 30%的增长 了不起 李峰董事长刚刚带来一个好消息 今年他经营的卡萨地 规模突破一元 祝贺李峰 也感谢所有卡萨地的经销商朋友 卡萨地今天的不凡成就 离不开你们的努力 你们都是时间的朋友 你们在续写不凡的传奇 谢谢 谢谢卡萨地 说下一个我们受到的挑战 我们中国人总有一个感受 就是我们地大物博呀 而且我们身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呀 所以我们面对问题 就全球化的调集资源来解决问题就完了 但是2020年给我们出了一个什么大难题 就是没有远方了 我们有时候不得不被迫 在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 甚至是在一个小区里面 去把问题解决掉 必须就地取材 这是我们2020年突然遇到的一个情况 我老在说这件事 那今年我遇到了一位得到的老师 加拿大的老玉 他就跟我说 他说这有什么稀奇的 工程师都是这样 所谓工程思维 就是以资源有限为前提 去实现目标嘛 比如说你造一个大桥 说好了明年十一 国庆县里通车 时间当然不够 资源当然不够 你不解决吗 工程师就是干这个的 说的也对 但是怎么究竟去才解决问题 来 今年我要感谢一个人 沈祖云老师 沈祖云老师作为教育专家 今年在德道做了一门教育前沿报告 刚刚在德道上线 很多人都说特别开脑洞 但是真正开脑洞的故事 是沈祖云老师在年初和年中 反复跟我讲的 我听了之后特别兴奋 我和我的搭档托不花 带了一车人就去了 哪儿 北京市淮柔区九渡河小学 一个山村小学 大家不要对山村小学有刻板印象 经过这么多年国家的投资 它的硬件其实不差 它差在哪 它缺老师 九渡河小学本来只有23名老师 但是都是当地培养出来的老师 你可想而知 一个山村小学 地地道道的山村小学 你想让外地的名师 或者哪怕只是一刚毕业的大学生去呢 不现实 如果你认为名师才是一个好学校的资源 这个问题对于九渡河来说就无解 但是 今年2020年1月17号 有一位新校长上任了 于校长 于海龙校长 他上任之后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他贴了一张告示 在周边所有的村子里 招辅导老师 那这张告示回来之后 两个星期据说招到了80多个 课外辅导老师 什么样的人呢 这样的人 磨豆腐的 扎风筝的 包粽子的 养鸡的 养鱼的 饭馆里切盘的 村子里只能招到这些人呢 听到这样你可能有点失望 说是啊 这些课外辅导老师 可能能在九渡河小学 开出不错的课外兴趣课 但是有什么用呢 我把孩子 包括那些农村的农民 把孩子送去学校 比如学个磨豆腐 也没什么不好啊 但是我送孩子上学 不是为学磨豆腐的 我是希望他走出大山 将来能够升学的 精彩的来了 余海龙校长 把这些课开出来 难道仅仅是一个课外的 文化课没有关系的兴趣课吗 不是 比如说磨豆腐 余校长给孩子们的要求是 不仅把豆腐给做出来 还得给我卖出去 豆腐课变成了孩子们的一个问题 一个挑战 在这个挑战下 你会发现很多文化课 居然被装进去了 因为要把豆腐做出来吧 所以科学课的相关知识 装进去了 因为你要卖 所以你要记账 对吧 你要算数 所以数学课的很多知识 装进去了 因为你要把豆腐销售出去 所以你要写文案 所以语文课装进去了 于海龙校长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学术研究体系 那是北京十一学校的盟校体系 他里面已经把教育部 国家规定的那些要学的那些知识 那些大当全部拆掉 然后塞到这一个一个的挑战里面 我再只能举点例子 比如说小学六年级才要求学的百分数 对于九度和小学做豆腐的那些小孩来说 哪怕一年级年的学 因为你要算黄豆和水的比重 百分数这个是人家一年级孩子 它不是个知识 它是一个最具体的挑战要解决 所以这个知识人家就学了 再比如说仪器测量 什么质量这些称重 按规定大纲四年级才学 但是要做黄豆啊 这些东西它必然装进去 所以这些知识孩子们就学会了 在九度和小学什么烘焙课 木工课 传统手工课 养殖课 栽培课 瓷系课等等 他对孩子里面说就是挑战 是装知识的容器仅此而已 精彩吧 我走到了一个小学一年级的课堂 刚入校 孩子 我说这课堂怎么不教汉语拼音呢 当时沈祖云老师说 其实也不是不教 他主要是在教孩子口头作文 孩子要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 他就必须需要工具 那就得写字 这个时候再教他写字 写字有困难 就问孩子 有一个工具可以帮助你写字 叫汉语拼音 你想不想学啊 孩子说想学 再教汉语拼音 他说我们最珍视的 不是这个知识教没教出去 而是这个孩子的 那个学习的欲望 有没有被扑灭 着急什么教写字 教汉语拼音 当孩子一面对挑战的时候 他自然会去寻找知识 这个时候老师再把知识 递到他手里 资源到处都是 重要的是孩子 面对着这个真实的挑战 其实这番话 类似的张全灵 也跟我讲过 张全灵算是我的同事吧 他做的全灵的语文课 他就跟我曾经 我曾经把这句话当吹牛 他说上全灵语文课的孩子 小学一年级 不会写字 500字口头作文 没问题啊 稍加训练就可以 不需要会写字 所以如果他曾经跟我吹过牛 他是上过全灵语文课的孩子 这一辈子可能都会摆脱 作文写不出字憋字的问题 我原来不太信 但是到九都和小学看完之后 我信了 而且我知道张全灵跟我说的那番话的意思 他说什么 他说教育 教育不是拿分数 教育是为了帮助孩子建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你得把那个问题给他 把那个能力给他 他自己会去找知识的 我还记得那天 从九都和小学回来的路上 我的搭档 创始人 得到APP的合作伙伴 托不花 在路上在那查 我说你查啥呢 他说我琢磨 要不要把我们家孩子送到九都和小学来上学 我是不是给你描述这么一个山村小学 你也动了这个念头啊 因为你知道 那个对问题的求解意识是多么的珍贵 但是 这还不是我对九都和小学感兴趣的理由 更精彩的是 你想想看 是这个小学在周边村子里面拿到了资源吗 请问他有没有反馈给这些周边的村子呢 当然有啊 这四位 豆腐老师杨坤泉 简直老师屈广英 木工老师韩建鹏 灯笼老师 白凤莲 我和他们聊过 他们跟我说 自从到了九都和小学当辅导老师 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爱过这个职业 本来他们干的活只是他们的生计 只是为了挣钱 岁数大了 可能也就退出了 今天发现 我是老师 在乡土社会 各位你能理解那种荣耀吗 一个村子 一个社区 共同去养育这个社区的孩子 让这个孩子扎根在这个地方 我居然在今天北京怀柔区的一个山村小学 看到了一个完美的模板 太精彩 进到九都和小学 你就会看到他的几句校训 这里面有两句话 第一句 脚下有根 第二句 眼里有光 光是怎么来的 是孩子们未被扑灭的 那个对问题求解的好奇 根是怎么来的 是他和周边社区共生 他扎根在这个地方 这不就是我们期待的最好小学的样子 我今天把这个故事带到这场跨年演讲的现场 我只是想提示大家 2020年给我们出的那个大难题 就是资源不在远处 它在哪里 它就在我们的身边 沈祖云老师的这门课 我推荐给你 我最想推荐给你的就是这句话 资源就在身边 2020年我们听过了好多类似的故事 听起来是脑洞 甚至是玩笑 但是它都在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资源就在身边 比如说 有一个光复电厂 做了那么多光复面板 但是因为在戈壁摊上 那些小石子会被风吹起来 把光复面板打坏 那你是那个厂长 你会怎么办呢 难道要到远处去找方案 不用种草 戈壁摊上就种草 可是草长得好高 因为这个光复面板经常要清洗 所以这个草会得到水分 而且光复面板一遮太阳布 直接暴晒 草长得老高 遮蔽了光复面板 怎么办 解决方案不在远方 厂长一想 把羊放进来 大家看到这大片的羊就进来了 羊把草就吃掉了 可是羊也没有那么乖 他经常逮着一片吃 对吧 那怎么办 达恩在远方不是 把牧民请进来 牧民管理这些羊 羊吃不到的地方 手动割 另算工资 仅此而已 所以这么一个创新 只一举四得 发了电 治了荒漠化 养了羊 还服了贫 哪个资源是到远处找的 多精彩的意思 今年还有一个例子 是我在德道大学成都五七的 蔡平同学那儿听到的 他在回到成都上德道大学之前 他曾经是一个边防警察 这个派出所呢 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 一个派出所 叫亚热派出所 一共13个人 管理的区域多大呢 他跟我说 大概6万多个足球场那么大吧 地广人心 当地有一些藏族的牧民 他们面临的任务非常繁重 比如说治理偷渡啊等等 这些事 怎么办 不得到当地藏民的支持 这个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 但是当地藏民文化不通 语言隔阂 难道爱家爱户上门 劝做饲养工作吗 难道去发工资吗 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资源到哪去找 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大家琢磨一下 这个办法有多绝 他们在当地 一个喇嘛庙里面 具体来讲扎东寺 花了五年时间 种活了两棵树 就这么一件事 大家要知道 在青藏高原 5300米的青藏高原上 藏民们从来没有见过树 因为不可能长得出来 高寒冬土 藏民们是在那些宗教的 唐卡画里面 唐卡画里面才建过树啊 所以当有一群人 居然花五年时间 从内地请来了农科学家 天天保暖等等 研究各种各样的树种去试 最后种活了两棵高山柳树 他们终于看见树了 他们走过路过到扎东寺 来朝拜 来参拜这两棵树 然后自然就对种树的人 有了信心 这些警察在藏民当中 就有了威望 他们之间的融合问题 就解决了 有大量的藏民 当地藏民就加入了 当地边防巡防的队伍 甚至有人获得了 全国无一劳动奖章 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的 对 解决问题 其实不是远在天边的资源 其实就在我们身边的那些人里面 投资家 苏世民讲过一句话 说我们这些身在困境中的人 我们经常只关注自己的问题 错了 把眼光放出来 我们去解决问题的途径 通常在于 我们去解决别人的问题 解决别人的问题 我们自己的问题就被别人解决了 还记得我刚才那两棵树吗 你解决了藏民他们的问题 他们就会来帮你解决自己的问题 2020年 我们多少个时刻 只有在身边的社区 我们遇到过多少这样的案例 过去几年 得到APP做的最 让我们觉得自豪的创新 就是得到大学 得到大学 它招收的全部是各行各业的 一线的奋斗者 这里面非常精彩 各种各样的人 那他面对的工作的问题 那个具体社会跟分工的问题 难道是一个课程可以解决的吗 不 我们不需要 一个城市有大量这样的奋斗者 我们只需要把他们汇集在一起 他们彼此成为 幕僚 彼此共享课题 彼此交换解决方案 所以得到大学一个班上最大的特点 他不是说有多高端 不是 而是他的学员的职业的丰富性 是空前的 他里面一个班 有公务员 有教师 有工程师 有艺术家 有演员 有医生 有律师 有创业者 有设计师 各种各样的人 得到大学已经毕业了 9300名学生 我谢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 我尤其替你周边的同学 谢谢你给他的课题 和给他的帮助 对 这个疫情 2020年 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 把注意力收回到身边 2020年 我们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家人相处 我们在一个小区里解决问题 我们惊讶地发现 哦 体育馆原来能变成方舱 哦 一个汽车厂原来可以用原有的技术 生产口罩 感谢何凡老师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意向 长大以后 我们不远求 我们就在自己身上去找 我们在自己身上就发现 自己是一个变形金刚 对 长大以后 我们学会从身边 获取力量 我们突然发现 资源 变形的空间 无限多 资源的创新可能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啊 找工作不容易 上升的阶梯 博弈的规则 工作的挑战性也常常不够 是的 职场人都在关心这些问题 哎 你有没有想过啊 我们身边还就有这么一个行业 他的职业发展空间大 工作不看领导脸色 有付出就有汇报 什么好职业啊 哎 就是保险业啊 有人测算过啊 中国保险业的人才缺口 至少是300万 对 这就是很多人的机会 那今年呢 平安人寿 成了我们的知识合作伙伴 在所有的保险公司中 平安的科技优势 是非常突出的 他把大数据 云服务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运用到保险市场 比如说 平安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 为每一个加入的小伙伴 提供清晰的职业生涯发展体系 提供全面的培训支持 更好的让他们服务客户 让代理人不仅有尊严 有发展空间 有公平的博弈环境 更重要的是什么 能挣钱 对 今天 平安人寿托我 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邀请你的加入 那如果你有意 请你关注微信公众号 平安人寿 关注之后呢 回复时间的朋友 这五个字 你就会看到邀请业命 不用着急做决定啊 但是 作为一个对机会敏感的人 你不应该给自己的职业生涯 留下这么一个有趣的选项吗 欢迎回来 家家有平安 本节目由中国平安人寿首席赞助播出 有请罗老师继续分享 感谢您收看 由深圳卫视爱奇艺正在全球直播 我们和长江日报共同主办的时间的朋友 跨年演讲 六个核桃 降薪十五年 感谢六个核桃 独家冠名 本届跨年演讲 六个核桃 坚持成就品质 我还要特别感谢这个板块的知识合作伙伴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 来我给大家报个数啊 刚才我说 中国平安的保险代理人 他们的繁星节点 要把得到APP 准备了一份新年学习计划 推荐给他们的用户 所以我们就等着 这个数字会多少 仅仅两天时间 我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数 刚才我的同事告诉我 他们一共把得到APP 以及这个学习计划 推荐给了 481万2788人 哇 太惊人的力量 就在我刚上台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 就在刚才过去的两个小时 这个数字又增加了27万 所以我们得到的同事 要做好准备了 要接好下一棒准备迎接 疯狂涌进的新同学 加油 你看这就是一个证明了 人和人之间连接力量的 一场小实验 所以如果你也有类似的需求 你想推广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你愿意服务更多的人 你不妨和平安的繁星节点去联系 对吧 因为通过这个实验 平安人寿想告诉我们的 就是一件事 就是他们的保险代理人大军 繁星节点 是一支值得信赖的力量 他们的力量 主要表现在为人服务 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社会分工 感谢繁星节点中的每一位朋友 你们辛苦了 通过这样的合作 你看多好 我们三方都有收获 得到迎来了新同学 但是平安人寿呢 他们获得了服务用户的时候的 那个知识的色彩 他们因为这个合作 也变成了知识服务者 而平安人寿的客户呢 也因此成为了 一个更爱学习的人 三方合作 皆大欢喜 再次谢谢平安人寿 再次谢谢繁星节点 谢谢 我们还是回到这场演讲的主题 长大以后 我们这代人呢 其实有一个特别奇妙的体验 就是今天你看起来 还特别不起眼的一个事 你要是胆敢小看他 他就会突然给你长大 让你难看 还记得20年前 劝你买房 你没搭理他的人吗 对吧 那真的是 就突然之间 从爱达不理到高攀不起 这件事情 经常在我们这代人当中 去发生 所以 2020年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就在身边找找 有没有今天还很小 但未来一定会长大 而且会成为 我们这代人生命中的 惊涛骇浪的事情 比如说 有一个话题 今年可能在新闻的标题里面 闪了一下 你可能没有注意 这就是 2060年 中国政府将宣布 实现碳中和 什么叫碳中和 就是40年后 2060年的时候 中国这片土地上 排放的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 将变得很少 即使排放一点 我们也会通过 植树造林等等手段 把那些碳固化下来 所以这片土地上的 碳排放量 综合算下来 零 就这么件事 你可能听起来觉得 哇 好远 60人 2060年 40年后 这算什么趋势 让该忙这件事的人 去忙吧 而且甚至有的人会不信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 中国这片土地 你千万不要小看 什么叫战略决心 就碳中和这件事情 我们的研究团队 去请教了一些专家 又问他 这2060年碳中和 这是咋算出来的 我们得到了一个 特别让我们惊讶的答案 专家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们 这不是算出来的 这是定出来的 定下来 再拆过来算 算我们每年该干啥 这是不是我们中国人 特别熟悉的逻辑 先定再算 那你说你信还是不信呢 反正2020年 我们中国人眼前 就看到两件事 第一 嫦娥5号 对吧 12月17号 从月球上就带了土回来 更惊讶的不是他带回来了 而是这件事情 什么时候定的 2004年定的 绕路回三步走 2004年 你看那个报纸 写得清清楚楚 2020年 中国人的机器人 从月球上 把月壤带回地球 16年 这中间多少科技进步 多大的一个变化 绕路回 听起来简直就像 打开冰箱 把大象塞进去 关上冰箱门 这么简单 坚定的一个计划 严丝合缝地这么实现 再比如说我们知道 2020年 中国脱贫 这件事情 脱贫攻坚战 要打 哪年定的 2015年定的 2015年的中国 什么呀 那个时候 中国还有 7000多万 农村贫困人口 还有832个贫困县 五年前定了 然后就这么打 今年就完成了 所以你说在中国这片 神奇的魔幻的土地上 咱们能够忽略 这个定下来的力量吗 对 万维刚老师 今年提了一个词 叫奇迹业 他说这个 跟一般的事业不一样 有一种事业 单独一个名字 叫奇迹业 什么意思 就是定下一个超大目标 看起来谁都不信 但是就把它能完成 完成之后 就会给一代人 甚至是几代人 带来那个超大红利 这就是奇迹业 好像我们中国人 特别擅长 干这种奇迹业 2020年和过去的 这几十年 我们反复见证它的发生 好 我们带着奇迹业这个视角 我们再来看 2060年实现探中和 这个目标 我请问 你信还是不信 各位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挑战和任务 我们要求职 我们要就业 我们要考大学 选专业 我们可能要切换赛道 好 每个人现在想着自己面对的挑战 我们来看看 探中和在2060年要实现的话 会发生什么 第一件事 40年后 中国这片土地上 核电的装机容量会扩张5倍 风电的装机容量会扩张12倍 太阳能是现在的70倍 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产业机会 你信还是不信 我们再深想一层 如果2020年 实现了 2060年 中国实现了探中和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大量的产业机会 比如说 汽车产业 这么庞大的一个产业 将会被彻底洗牌 2060年 中国这片土地上 你再也找不到 一辆 不是电动车和清洁能源的车 汽车业 多大一坨产业类型 被重新洗牌 一代人的机会空间 彻底洞开 你信还是不信 再比如说 中国的森林 中国的森林 将要一年生长10亿立方米 什么概念 是今天中国森林 一年生长体积的一倍 也就是说 到那个时候 中国国土上 26%的面积 全部是森林覆盖 是稳定在26% 这个水平线以上 我们那个时候 享受的这片土地的环境 将发生一次质的飞跃 你信还是不信 再比如说 我们深想一层 如果2060年 中国实现了碳中和 这意味着 现在中国还相对落后的西部 将会成为中国的能源发源地 大量澎湃的电能 通过特高压线路 向东部输出 那中国内部的经济结构 会发生一次质变 中西部在中国整个 经济版图上扮演的角色 将会发生一次质变 你信还是不信 如果2060年中国实现了碳中和 那就意味着中国的能源的困境 被解决 我们所谓的马六甲困境 能源运输被卡脖子 这件事情将会进入历史 中国的全球地缘政治环境 会发生一次巨变 你信还是不信 再深想一层 如果那个时候中国实现了碳中和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的能源这件事情 从资源属性变成了制造业属性 这句话很抽象 但是我恳请各位用心琢磨一下 从资源属性变成了制造业属性 什么概念 什么叫制造业 那就进入我们中国最擅长的领域 制造业所有的那些逻辑 可以迭代 成本一点一点的往下降 随着规模往上涨 我们的效率会变得越来越高 这是制造业的属性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能够享用的能源 我们能够调用的能源 我们能够计算的能源 我们能够分配的能源 能够支撑起的中国未来的想象空间 是制造业属成出来的一片空间 那得达到何种程度 对 这就是2060年探中和 咱们今天看起来只是新闻的一个不起眼的标题 在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今天一想 哇 40年后 太远 远吗 我都不觉得远 今年我还是47 几分钟之后48 我倒是有信心 2060年老汉87 我能看到那一天 就算你今天生孩子 那个孩子 40年后2060年的时候 40岁也风华正茂 正式干事的时候 未来这40年 因为中国定了这件事情 要在2060年实现探中和 他将会何等剧烈的改变 所有中国这一代人的命 牌 已经放到桌面上 明牌 明牌啊 我们所有人都坐在这个牌桌上 所以 这也是长大以后 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什么 就是我们得有一种能力 我们不只看眼不前的事 不只看手头的事 我们得有能力 坚定的想象 一个变量 长大以后的样子 这样的变量 在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 2020年 自动驾驶汽车上路了 你信吗 你信他将来会变大吗 2020年中国的央行 发行了DCEP数字货币 你信吗 你信他将来长大的样子吗 不管你信不信 不管你的答案怎么样 我信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信错了 我没啥损失 如果我信对了 我等于把握住了 一个最最重要的 我人生未来几十年的大变量 我选择 我选择 我信 今天晚上 我们利用这几个小时时间 我们为各位 梳理了一个 长大以后 我们可能发生的 变化的期待 我们 要重新看待 中国的内部结构 我们要重新看待 生存环境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重新看一眼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 让我们从西南角开始 珠穆朗玛 两亿四千万年前 它崛起 但是今年我们 重新测定了它的高度 大家记住这个数 8848.86米 它一直在坚定地生长 我们这一代人 就在坚定 见证它一点点的生长 往北 到了新疆 这是古老的丝绸之路 所在之地 而就致我们这一代人 又把它变成了 中国和国际运输的大动脉 2020年 中欧班列 一共发车 12656列 从新疆往东 这里是腾格里沙漠 中国最大的沙漠光伏电站 在这里 澎湃的电能 向东部输送过去 大量的城市 被这里的电能点亮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做的 在往东 陕西北部的毛乌素沙漠 是我们这一代人 让它变成了绿洲和两天 它再也不是沙漠 是我们这一代人做的 从这里往东再往南 是大上海 它很古老的一个城市 但是是我们这一代人 让它的集装箱吞吐量 超过三千万箱 是我们这一代人 让上海取代伦敦 在2020年 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航空枢纽 沿着中国的海岸线 我们一路向南 来到粤港澳大湾区 今年是我们这一代人 在这里庆祝了 深圳特区建立四十周年 这里是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 变成全世界最为密集的 专利网络 无数的发明创造 在这里产生 到中国的大西南 这里原来只是安静的边陲 是我们这一代人 把它变成了国际交通枢纽 大量的基础设施的奇迹 在中国的西南上面 我们从中国的西南 顺着长江 我们一路东下 我们来到今天我们所在的 九省通区天下之中的武汉 武汉这个城市有太多的称号 它是英雄的城市 英雄的人民 它还是设计之都 大量的顶级稻桥工程 是由武汉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 我们所在的光谷 光谷这个地方的创新 每天申请专利达到七十项 每天是我们这代人 让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光缆 在这被生产出来 我们刚才只是浮光略影地 走过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 这片土地上 每一个古老的所在 都值得我们重新看一遍 因为我们这代中国人 在重新定义 他每一寸土地的价值 过去未去 未来以来 2021你说是不是值得期待 我们一起倒数 8 7 6 5 4 3 2 1 2021 祝所有的人新年好 下面为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 Vivo 这是我们今天在现场看到的 Vivo 为我们拍摄的一组照片 这些照片呢 都出自于我手上这台 拥有微云台的 Vivo X60 第一眼看到 X60这款机器 我就被它这个 会动的眼睛给吸引住 为什么要做这么小的 一个小家伙呢 Vivo的朋友是这么告诉我的 现在用户对拍照的 质量要求太高了 场景太丰富了 那后来 短视频的时代又到了 这拍视频防抖 也是每个用户 都想拥有的功能啊 这个时候有人就说了呀 用云台啊 就是摄像机用的那个云台啊 把它放到手机里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说起来就是一句话的事啊 但是细想起来 你会发现 这一定是缝的呀 他们这个V云台啊 是从9.5毫米 一直做薄 薄到了7.49毫米 就这么点距离 用了416天 每天都只能再薄 0.0048毫米 薄一点 再薄一点 这就是它每天的目的呀 今年这些 由Vivo和蔡斯 联合开发的 X60系列手机 拍摄出来的大片 影像 它有同度在 所以影像就是时间的朋友 Vivo这么多年 跟时间一起向前 不断地在创新大 未来啊 可能还有更多的影像的核心 等着我们去发现 Vivo是我们20年的合作伙伴 我特别期待 每年都能看到他们 像微云台这样的微小的景 每年如此 一步一步地壮大 那总有一天 他们的理想 会像星空一样的 惨烂 谢谢 谢谢阿卡贝拉的音乐家们 谢谢 老规矩 每年的跨年演讲都是这样 新年第一件事 我们拍一张大合影 用我们的20年赞助商 Vivo X60 最新的这款手机来拍 为什么要用这款手机啊 其实今天 今年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因为这款手机 有一个特别好的功能 微云台 这是个技术名词 但是主要的用处呢 就是保证不抖 尤其是新年这个时刻 我这手抖得厉害 微云台这个技术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微型的眼睛 我也不知道 Vivo是怎么琢磨的 这个好公司就是这样 他怎么知道 2021年 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个吻字呢 来 2021年 让我们用Vivo吻一下 好 谢谢Vivo 他的超稳微云台 拍上了大用场 他像会动着眼睛一样的摄像头 专业名词叫微云台 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 无论在极黑暗的环境下 还是在运动的情况下 比方说我手抖的情况下 能拍出非常震撼的好照片 现在 让我感谢Vivo 新年新气象 武汉这个城市 2020年不容易 让它过去吧 2021年 你看多好 凌晨了 跨年演讲还在继续 今天全天 还有各种各样的好活动 何凡老师一会儿 还有新书发布会 对吧 然后今天晚上 我的朋友夏华 还要在汉口的广场 举办时装秀 特别好的一场时装秀 其实所有这些活动 我们都是希望 武汉2021年元旦 咱们热热闹闹的 未来一年 咱们硬硬拉拉的 咱们顺顺利利的 祝福大武汉 感谢你收看 正在由深圳卫视爱奇艺 正在直播的2021 时间的朋友 跨年演讲 说到深圳卫视 挺期待的 这么多年的合作伙伴 我更期待 第七场跨年演讲 明年举办 我们就可以用上 更新的技术 他们的5G加4K技术 第七场跨年演讲 就能用上 特别感谢六个核桃 独家冠名 第六场跨年演讲 六个核桃 六六大顺 谢谢六个核桃 谢谢六周年 到我们这来捧场 也特别像 今天所有的 知识合作伙伴 致敬 没有你们的帮助 我很难站在这 谢谢你们 我还要向下面这些朋友 他们正在与 得到APP合作 共同把自己的企业 建设为终身学习企业 谢谢你们 听了这么多广告 得到APP一直在卖东西 我们送大家一点小礼物 因为能坚持看到现在的 都是真朋友 不容易 今年你说面对这么复杂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知识服务者 也帮不上什么别的忙 我们干了一件事情 我们委托我的合伙人 得到APP的CEO 拖不花 做了一门课 叫 怎样称为一个高校学习的人 我们总结了 很多高手 他们的学习方法 把它变成一门课 今天在此 送给所有的人 希望你们 未来能把学习效率 提高一点点 这是一个免费赠送 给大家的小产品 你们打开得到 就可以直接下载 谢谢 好 夜深了 跨年演讲到了尾声 最后跟大家聊一点 我自己的私人的感受 说几个过去一年 我挺受启发的瞬间吧 第一个瞬间 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虽然不干一些事 但是我操很多事的心 比如说商业世界 出现了什么新现象 那我总会到处问 我们得到很多老师 何帆老师 乡帅老师 梁宁老师 等等我都会问 不是得到的老师 比如说吴生老师 我们也问 因为都是我认识的 大名外人 还有一位 丰瑞资本的李峰老师 我经常向他问问题 今年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说 这个听说螺蛳粉 今年特别红 活起来了 为啥 告诉我为什么 李峰老师给我答案是 哎呀 他说你要问这个现象呢 其实原因很多 你可以解释为 是柳州市政府 这么多年为螺蛳粉 整个产业链 苦心栽培 终于产生了果子 你也可以解释为 疫情期间 大家在家 想吃点还原度比较高的食品 你也可以解释为 中国老百姓口味雕 2020年突然就想吃点 味道比较怪的 很多原因都可以解释 但是我想给你一个 你可能没想到的解释 我说啥呢 他说螺蛳粉 今年火 极大可能是因为 外卖平台取消了补贴 什么道理 他原因很简单 前几年外卖平台在打仗嘛 所以补贴用户 现在几乎一家独大了 就取消了 所以现在中国城市老百姓 点一颗外卖 是20块钱以上 那你想 如果你想凑合吃一顿 现在你只剩俩选择 三五块钱的方便面 和20块钱的外卖 这中间就出现了一个 十几块钱的空间 螺蛳粉正好十几块钱 把这个空白给填了 就这么简单 我估计你也不太关心螺蛳粉 可能你甚至没有吃过 但是 这个新的解释角度 让我想了很多 可以说整个今年下半年 我都在琢磨这个事 为什么 因为他突然提醒了我一件事 就是任何一个现象 咱们别慌着解释行吗 任何一个现象的解释角度 几乎有无穷多 我们人类总是喜欢通过因果关系 对一个现象进行解释 但是我们在面对因果关系的时候 得保持谦卑 所以这一整年 我都在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要把它写在自己的办公桌前 我说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尤其我这个经常要出来说话的人 这一点 对自己的提醒特别重要 接着说 今年我受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启发 都是很小的事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有一位很著名的教授 张立愤教授 今年他写了一本书 我在里面看到一个很小的细节 有一次张立愤教授陪他的父亲 到海外旅游 坐游轮 看见了一群中国大妈 请问各位 你们对中国大妈这个词是什么感受 有点偏负面 对吧 因为跳广场舞啊 拍照狂魔啊 对吧 说的就是他们 但是张立愤老师在游轮上观察到一群 很可能是农村旅游团 一群六十多岁的大妈 围着一台 他们可能从来没见过的跑步机 从来没见过 好新奇啊 一个六十多岁 胖胖的大妈就上了那个跑步机 就开始玩 然后一下子就摔下来了 摔了一个四脚朝天 然后旁边的人就要过去扶啊 这个大妈说没事没事 站起来拍拍灰 接着指挥其他的大妈 说上去好玩就好玩 试试 这是中国大妈 接下来这段话是梳理的 我必须念给你听 不是广告啊 他说 中国大妈 少年时学业荒废 年轻时经受磨难 下乡插过队 中年刚过下岗失业 承担家务 养儿育女 赡养老人 他们生存能力极强 甘冒风险 甚至不知风险为何物 与丈夫相比 他们霸气 强悍 将埋怨与坎坷 炼成了无所畏惧 中国大妈 神经粗壮 超常乐观 他们文化虽低 不通英文 却是到外面世界 看看 愿望最强烈的中国人 真的 我们也许和某个特定的人群 距离较远 甚至我们对他们的印象 不是那么正面 那为啥呢 是因为人家做错了吗 不是啊 是因为我们没有像张绿芬教授那样 拥有一个建设性的视角来看他们呀 中国女性 尤其是年长的中国女性 只要你稍微带点建设性的视角 贴近的去感受他们那个身上 那个旺盛的生命力 你会自残行晦的呀 所以看了这本书之后 我再见到中国的年长女性 我那个亲近感都会多很多 对 我把一句话也写在了自己的小本本上 就是 如果我对什么事情 有负面看法 那只因为我缺乏建设性的视角 这是今年对我 启发很大的一个时刻 再说一个 对我启发很大的时刻 这是我吃了一个亏 我有一个同事 是得到APP的CEO 运营总监 这个小伙子 叫马响 有一天 马响就悄悯悯地 把我带到一会议室 说我跟你说个事 老大 我说吧 他说我要结婚了 哇 恭喜啊 哪家的姑娘 被你 这白菜被什么拱了 当时跟他开玩笑 他说 也别恭喜吧 其实呢 我这个岁数 我这个年纪 我其实没太想好结婚 怎么没办法嘛 各种各样的情况 逼迫 不得不结婚 我其实特别不想结这个婚 说的特别严肃 那你想我作为同事 作为老大哥 作为过来人 咱能看着不管吗 所以我马上就说 我说马响马响 你可得想啊 结婚不是小事啊 婚姻这个事 对人一生的生活质量 影响极大 相信我这个过来人的经验 对吧 你千万不要草率结婚 我就这么口吐白沫 劝了二十分钟 最后我说出了 我觉得我这一生 真是人生凝结成的智慧啊 我跟他说 我是这样 你结不结婚呢 你看一个判断标准 我说你别想这姑娘的优点 你想这姑娘的缺点 你想他身上最大的那个缺点 而且你想这缺点 他一生也改不了 你要跟他身上这个缺点 过一辈子 你还愿不应该结婚 如果愿意 去结 如果不愿意 再想想 不要冲动 你看这话是不是说挺智慧的 妈想说 嗯 这姑娘确实有个缺点 还挺大的 我傻 赶紧说 想想 他说这姑娘最大的缺点 就是对我太好了 各位 你们想想我当时心里的那个感受 草率了吗 我当时气得是摔门而冲 你撒狗粮嘛 我当天是越想越气 到深夜十一点的时候 我还给托布花发了一微信 我说你啊 看着我点 这辈子你但凡再发现 我在没有 别人没有提出 明确需求的时候 给别人提人生建议 你就抽我 这件事情告诉我什么 就是 我觉得我是个过来人 我咋就没问问 别人让我过来了吗 我就给人提建议 这是2020年 我的很大进步之一 别人不让我过去 我绝不过去将来 我刚才说的这三件小事 其实串起来 你也能理解我在说什么 第一 不要轻易给别人下结论 还记得我刚才说的 螺蛳粉那个案例吗 第二 尤其不要随便给别人 下负面的结论 还记得我刚才说的 中国大妈那个案例吗 第三 即便自己内心存着 纯然的善意 也不要随便给别人下结论 还记得我刚才说的 马响那个案例吗 你听了这么多 你可能会觉得 哇 罗帕尔真是长大了 真是今天的主题 长大以后 变得没有锋芒和锐气了 错了 这是我2021年 第一天的凌晨 最想告诉大家的一句话 不 不 是我和世界交流的方式 因为过去一年 我长大 我变了 过去一年 我念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可能是这么一句 叫我有一个启发 我太幸运了 我找到这么一句话 为什么 这是我自己想象的 我长大以后该有的样子 就是我和世界全然和解 我对世界没有意见 我只对自己的问题在滋滋以求 我那么渴望和好奇的搜寻我自己的问题的答案 然后我受到了启发 我愿意把它分享出来 这是我对自己长大以后想象的最好的样子 什么叫我有一个启发 就是我有问题 我有自己的问题和挑战清单 为什么我要用这个话题来结束这场跨年演讲 是因为过去的2020年 他给我们出了一张多么长的诗卷 而很多人在那张诗卷上 没有写自己的题目 2020年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感慨 这一年我见证了历史 这一年是那么截律性的 每过那么一个月一周 甚至每一天都给我们放出什么黑天鹅 什么灰犀牛 我们每天在朋友圈 在社交媒体上讨论一模一样的话题 我们的注意力 被那些别人设定的题目给绑架 2020年很多人忘了 在这张长长的诗卷上写自己的题目 对 我觉得2020年他过去了 让他过去吧 多年之后我们再回看 刚刚过去的那一年 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关注的什么疫情 所以这些事会退 会退 会变成背景 2020年如果你真的记住了 一定是因为 你自己在某项手艺上获得了精进 你自己想发展的关系 得到了深化 你自己想打开的眼界真的被打开 所有这些你自己给自己出的题目 才是你的2020 对 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出的题目 造就了时光中的我们 是我们所有这些 居 我们这些我辈中人 我们这些攻身入局的人 把所有自己的题目 绘成一起 绘成一整张诗卷 才造就了我们这代人的样子 就像此时此刻 我的诗卷上 当然有那些宏大的命题 当然有2021 那些全世界出给我们的 共同话题 但是我也有自己的问题啊 比如说此时此刻 我就在想 再过一年 我的女儿要上小学了 我怎么利用这一年 我帮助她做好上学的准备 比如说这一年 我就想 我怎么多带几个学生 让更多的年轻人 进入知识服务这一行 比如说 我的卷子上还有一道题 就是 我怎么 搜罗更多的 像九度和小学 这样精彩的案例 明年的今天 我站在这讲给你们听 再比如说 我去年我做了执法 那我今年是不是 把什么近视眼啊 拉个皮啊 就这些事 50岁之前 把自己收拾收拾 我跟自己的家人商量 我得把这些事干了 每一个人 我们都想想自己的命题 不要被那些外在的题目 占据了我们全部的心神 2021年 毕竟来了 我们面对他的最好姿态 只有一个 那就是作家 伊比怀特说的 面对复杂 保持欢喜 谢谢 这就是第六届 时间的朋友 跨年演讲 我们下一届 跨年演讲 再见 谢谢你的光丽 明年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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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2015年底我发下一个大院 我要做二十年的跨年演讲 目的只有一个 虽然我不可能给大家真实的过去一年 但是我要竭尽所能 把一个人眼里看到的真诚的过去的一年的表象给你扶开 然后我们看看 他可能能够洞察到的最深的本质 是什么 我服务六百人和服务六百万人 是一个态度 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 静静地等待 时间的回望 没有任何道路可以通向真诚 真诚本身就是道路 爱你在哪一天 你们哪里是来听什么演讲 你们无非是在时间的长河当中 给自己找一个时间的标识 万物皆有裂痕 那是光 照进来的地方 花开在眼前 只知道年年随时 时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丽雅 这是由深圳卫视为您现场直播的 罗振宇2021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 感谢罗老师的分享 时间的朋友由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微博X60系列手机超文微云台 夜色更精彩 时间的朋友由合作伙伴Vivo赞助播出 记录和发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观 本节目由小红书APP首席赞助播出 家加油平安 本节目由中国平安人寿首席赞助播出 做时间的朋友见证前行的每一步 时间的朋友由百年卢州老叫叫09首席赞助播出 简易密封铺贴效果更出彩空间更大气 本节目由简易大理石瓷砖首席赞助播出 做时间的朋友续不凡传奇 本节目由国际高端家电品牌卡萨地首席赞助播出 时间的朋友由腾讯会议首席赞助播出 腾讯会议会开会 时间的朋友由一记大众奥迪特约赞助播出 做时间的朋友做更强大的自己 时间的朋友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飞鹤奶粉特约赞助播出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和我们一起用四个半小时的思考 共同迎接来了2021年 以上就是罗振宇2021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的全部内容 各位时间的朋友让我们明年再见 让我们明年再见 请不吝点赞助 时间过得真快 我们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已经来到了第六年 说来也巧 今年我们的独家冠名商是六个